現在香港有一件事很缺乏的 叫做Common Sense 如果政府政策時時都是用一些 很迂迴折曲指鹿為馬 透換概念的方式來說 大家當然不明白 這是政府的責任 不可以說你不明白了 很複雜的 那就不說了 是吧 Hello 大家好 Hello Hello 為什麼我不明白又來了 今天是2019年的4月1號 我是John Sam Billy Hello 今天是余人節 對 今天是余人節 我被人整股 你女兒有沒有整股呢 我女兒 每天都整股 女兒出生的唯一目的就是整股 對 Sam 有沒有人整股呢 有沒有整股呢 沒有 沒有 你有沒有 我也沒有 哈哈哈哈 不是 我目擊了一件事這樣的 嗯 話說昨晚呢 我和我朋友就做事啦 吃飯啦 嗯 她又突然收到 就是在她那些朋友群組裡面 嗯 就有一個女孩子啦 那因為她都年輕的 每個朋友都年輕的 那她說她自己有三個月 嗯 就是在一個群組裡說 是的 那我的朋友就很匪夷所思啦 嗯 因為以她所知 她應該就安排了九月結婚的 今年 嗯 那我朋友就很激動啦 啊 嗯 啊 為什麼呢 之後 當我們坐下來吃飯的時候 因為其實我一聽的時候呢 嗯 我已經覺得就是說 喂 你叫她不要搞了 那番禮 如果她真的三個月 因為現在三個月嘛 嗯 那她到九月就能生的了 十個月了 是啊 就能生的了 那當然不要搞了 那之後 當我們坐下了的時候 我就想起來 咦 好像是人節 就是差不多兩點了 嗯 那我跟朋友說 你覺得她會不會拯救你了 哈哈 其實很明顯 是 其實是很明顯 今天才說 很明顯之後 她就知道 啊 糟糕了 因為她已經 她在群組裡 已經很大反應地逼了出來 她說 還能算你 這真是年輕人才師傅 是啊 真的年輕人才師傅 我們現在都 沒有了這樣的情趣 對啊 我們好像要踏入廢腦的 哈哈 是啊 是啊 因為在於我們來說 愚人節是一個很重要的日子 是啊 一個雙痛的日子 一個雙痛的日子 就是張國榮的死記 死記 今天 多少年了 我去年都好像問你這個問題 十六年 十六年 第十五年 好久了 不是二千年 不是二千年的事 二千年後的事 我記得是 01還是02年 02還是03 03年好像是 03年好像是 就是沙士 02 03呢 02啊 我記得是02 十六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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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03年 因為今天 因為今天我看到 我昨天看到的 就看到有人 就做了一個張國榮的 那些十二寸的figure 那些頭像 嗯 哇 遲到呢 很漂亮 很漂亮 其實張國榮有幾個 有幾個figure 是啊 是啊 剛才有幾個figure Hot Toys都有 有 有有 都OK 漂亮 嗯 我記得他有一個造型 就是 當年他長頭髮唱大熱歌造型 是一個 善女優雲 善女優雲 那個是香港出的 對 那個是香港出的 那個是香港出的 善女優雲 Hot Toys有出過嗎 Hot Toys有出過 中國榮 有出 好像有出過張國榮 是啊 那 之後就 唉 你不期然又想起 他在《逆銀幕》上的演出 嗯 還有最近呢 我經常在Facebook那裡 看到一條片 就是他 就是relate的影片 他就是接受 黃尖 魏康和蔡 今夜不切房 是啊 今夜不切房 他們還可以 趕著節目吃煙的 是 是 他們吃著煙 還要喝醉酒 有時候喝醉酒 對 發臉紅色 尤其是蔡蘭 他是不是發臉都紅 哈哈 他在聊天 說回一些曾經發生過的日事 唉 好可惜 不過我覺得對於張國榮 這麼年輕又離世都表示安慰 早死我 都是的 我也覺得是 他和梅艷芳兩個早死我 早死我 早死都還是留一身清明 是啊 那倒是 你看著子丹 哈哈 你去到現在十幾年之後 該死的不去 對張國榮的評價都是正面多於負面 哦 是啊 反面多於什麼 就是跟郎家吹一樣 是啊 你不會找到什麼負面的東西 當然是反彤 那些 陷家產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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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都不敢說 難道他們現在敢拿張國榮出來說嗎 是不是 哪會這樣 那豈不是好笑的 不會 其實你覺得 因為他們的職責是什麼霸道德高地 其實那些反彤那些 你很少會見人 即見他拿一些命人來說 他很少 你不會見到 快邊 王耀明 很少 萬畢 萬畢 快邊不是嗎 快邊都像嗎 萬畢 萬畢被人說 不是孔童說的那些 不是那些 反彤子那些說 藍絲說的而已 OK 都是的 就是你 不要說那些 這些就不是今天的話題了 太遠了 因為其實我是想說 恩之丹的 嗯 就是你作為一個藝人 是吧 就是可能剛才那些說 就是 無奈地我都要認同 嗯 是吧 就是張國榮 就是 就是 是吧 一天就不要走 一走就 不是 早點 嗯 趁自己仍在一個 高峰 在一個位置那裏 可以 啊 就是 和 亦都可以說是無眼 屎乾淨嘛 嗯 如果不是 你想想現在張榮 你想想 如果他未 如果去到今天 他都還未死 嗯 你覺得他 走的時候依然在這裏 和高智深在那裏拍過 那些石狗賀歲片 那樣 你真的會生氣的嘛 是吧 你真的會生氣的嘛 就是你之前 你緊急 你看到恩之丹的那套賀歲片 可能就是張國榮祖的 哈哈哈 就是你會生氣的嘛 大師兄啊 張國榮祖 是吧 啊 那可能 可能 可能就沒有古天樂 感覺沒理據的 我純粹感覺沒理據的 那為什麼要說恩子丹呢 其實應該要說女良偉先的 因為這件事很好笑 其實這件新聞是在女良偉的口中 說出來先的 我原來這條混蛋 其實因為阿恩子丹的老婆發了一個 就是 出了一個報告 那時候還未出的 還未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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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良偉 不知 走去跟記者說 我不知道什麼 另外一個場合來的 已經是 她們跟記者說 昨晚和恩子丹 一間報社的活動 是啊 她出了一個報社的活動 問會嗎 不知道 她說報社 蘋果報道應該不會 隨便吧 那 是呀 女良偉先跟記者說起 她說 那一晚 恩子丹很生氣 娘夫妻很生氣 出來 說要拉隊走 說他們 侮辱她 說是一個活動的一個大外國人 嗯 侮辱恩子丹 那 記者問她什麼事 她就回答不出 嗯 那你問她 原來她真的不知道什麼事 她真的不知道什麼事 她只是知道我恩子丹 你說要走嗎 我們一起走 不知道什麼事 不要說 不是 她有說的 她說 她跟我說 恩子丹 跟 呂良偉說 不是 她是跟她的朋友聊天 才知道恩子丹發生什麼事 呂良偉 其實都不知道什麼事 我朋友說 聽到她這樣說 一分鐘她聽回來的版本 跟本身發生的版本 應該是相比很遠 我的朋友說 哈哈哈哈 我的朋友說 然後呢 我的朋友試過 她那次 然後呢 歧視中國人 就好像 Green Book 那樣 是 Green Book 都不是這回事 證明她都沒有看過 那跟著之後 呂良 Green Book是講種族歧視 是還講種族歧視 但不是 歧視黑人 歧視黑人 不是歧視中國人 就是總之是有歧視 也不是這隻歧視 就是她那時候那個 她只不過是有些 Green Book 其實就是一個 旅遊雜誌 是專門寫給黑人看 這裏就不歡迎黑人 那裏不歡迎黑人 是這樣的意思 那就是歧視中國人 她問 紫蘭怎麼辦 她說走 那我就說 那你走我走 共同進退 接著呢 接著很搞笑 她都未入場 就說 我覺得外籍人士態度很差 其實紫蘭都是做慈善的 還有她是這個活動的聯合主席 為何會有這樣的歧視呢 那到之後呢 你就甚麼都看不到 就甚麼都 還有的人繼續 先說這段時間好笑 來到中國人的地方 應該尊重中國人 大家都去支持這個活動 沒有想過會受到歧視 那呢 問到呂良衛有沒有受到 這個愛籍人士不禮貌的對待 那她就說 我都未入場 她一走會聽子丹說而已 哈哈哈哈 好像是中國人吧 是呀 都很聰明 你和我都很聰明 是呀 那些人說 跟大哥走 是呀 那些人說 香港的串魚蛋好吃 25元一盤 跟新格局一樣 是呀 是呀 隱世的 這個黑糖珍珠 甚麼呀 西高吃新鮮海膽 屌的老母 哈哈哈哈 神經病 即開即開吃新鮮海膽 你不要管 樓下的留言 全部都說想吃 是呀 這樣都有人說 都有人說他們是餓糕的 是呀 那你就看到 咦 甚麼事呢 究竟 那其實真正實在 一個具體的事情 是甚麼呢 這樣 那看完 因此丹的老婆寫甚麼 其實大致上就像 剛才Billy說的一樣 她就引用Green Book 這個做一個例子 下面那個就最棒了 Hashtag一句 中國人不是東亞病夫 嗯 她很有趣 她應該在Twitter寫甚麼 還是在微博 Instagram 但她 除了Hashtag之外 全部都是用英文寫的 嗯 她本身也是一個加拿大人 是 對 她全家都一個人 你覺得她甚至是中文呢 實際上中國人不是東亞病夫 就是啊 哈哈 炒都炒到出來的 那 這些我不講 但問題是 我就是覺得這樣 即是可能 起初發展到這個地步 當時 我們看了這一步的時候 我們就覺得 杵理說到的 中國人真的是不來 嗯 即是 有時的事情就是這樣 尤其是你說這些甚麼 叫做甚麼 對方不禮貌 對方不禮貌 嗯 夠禮貌 這些東西通常很主觀 尤其是從事服務性的行業 的人應該很清楚 當客人對你不滿意 但他找不到位置進來的話 他投訴 指令又投訴一件事就是你沒有禮貌 沒錯 但你不能反駁那件事 是啊,你不能反駁的 他很主觀 你覺得你對他很禮貌 沒事的 都是這樣服務的 但他覺得不是 他覺得你的眼神 是 是 簡單說一句 這些人叫什麼 這些就是西夏 是 西夏 是 那因為 去到之後 去到之後 那恩子丹就是不認 我都不記得他在說什麼 總之其實都是沒有很具體的說法 發生什麼事 那當然 那間外國那間 我不知道他那個是屬於PR 還是 有一個PR公司 是的 有份侮辱他的那個外國人 他都沒有回應過任何東西 嗯 都廢咬舌採 但在場有些人就有回應 劉嘉玲 對 嘉玲姐就說沒有啊 沒有這些事情 他各有人 這些場合當然是自己顧自己的 是啊 其實是的 然後之後 就是 相關的一些報道 就是說 其實那些子彈 就是 會場還沒有設定好 就走進去 對 就被人叫他出來 就是 不是 我覺得這些 這些其實都 我都歸納為勾港 嗯 就是你說你說我 是啊 大家搞的不同 喂 喂 喂 我去坐下都行嗎 我累 可能呢 就是 如果真的 這個 這個 這個講法 是真的 就是當 那個場還沒有準備好 他進去 是 被人說出來 說出來那個 人呢 那些人一定是 鬼魯 要不然他不會有這麼大的反應 說真的 如果是正常香港人 看到阿甄子丹進來的話 又怎麼會不認識他 一定很禮貌 請他走 就是因為那個鬼魯 懂你老鼠嗎 出去吧 也就是因為有一個 金英的版本說出來的 就是說 當時 恩子丹在門口 就太多人找他拍照了 那他就想 被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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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走了進去 要被人說出來 還是他想著 他吃支煙 然後不吃煙 那他還沒說出來 那我不知道啊 他不吃煙的 那 好了 那我 這個我覺得就是 喂 那好了 你遇到一些 不公平的對待 你當然可以 你當然可以 你當然可以發洩你的不滿 你當然可以 投訴 對不對 整整一件事 怎樣說都是一件事 但問題 我就覺得那一句很難 嗯 中國人不是東亞病夫 嗯 就是我 我不會認為 我不會認為 就算 當時那個 鬼佬 多無禮貌都好 他無禮貌對你 是因為你是中國人 嗯 對啊 我覺得 說得對啊 我曾經聽過有些人這樣說 嗯 我恨你呢 不是因為你基督徒 我恨你個人而已 是啦 是啦 你是 而當我恨你的時候 你只不過是 你在那裡拿基督徒 來做一個擋箭牌而已 是啊 我先問一下 喂 我不知道那個鬼佬 當時怎麼對你 老實說 真的不知道 大家自覺說的 是啊 都不知道是不是鬼佬 可能欣子丹認錯 你明明那個是中國人 人家都不認得你欣子丹 那好了 當人家去怎樣不禮貌 對待你也好 你怎樣去證明 嗯 那樣東西 就是說 我是因為你是中國人 我才敢對你 那如果是這樣 我不叫你來 嗯 嗯 是不是 如果是這樣 為什麼劉嘉玲又沒事啊 嗯 全場的中國人 他都侮辱 如果他真的侮辱中國人 應該全場就走 我看你那套精武門電視 其實日本人就是這樣 見到中國人都指引著 他們是狗的 嗯 他就不會說 這個 這個是狗 這個不是 這個是貴賓 這個就是貴賓 是不是 這個中國人就是貴賓 我又見不到 好了 我又沒見過人歧視 歧視到這樣 是啊 是啊 除非那個建議是漢奸 就是過殞天照 不是 林家棟 林家棟 除非他只是歧視不同的中國人 這個一定 那根據 根據 有出席 其實你這句也對的 因為呢 根據這個 之後的新聞 那有個 有個 叫做 鄭思韻 他好像就是那個PR 對 那就是 那就說 了解過這件事了 那就 不知道 是 恩子丹是星 只不過是一個普通的嘉賓 就是普通的嘉賓 就是普通的嘉賓 所以就 沒有安排位置給他坐 就是你要努力 拍多些電影 去荷里沃才行 他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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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有做Star Wars的 對不起 對不起我沒有看 真的不夠熟 幸好你下次不可以遇到Sammer Sammer就是這樣對你 你又不是周潤發 那 對我們來說 一個中國人 或者香港人 要怎樣能夠成為國際巨星 是 Jacky Chan 李小龍 我之前有 我之前有 周潤發做龜仙人 神經病 周潤發加比海洞 什麼 什麼 什麼一爭女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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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刀衝不入一爭女 刀衝不入一爭女 就不入什麼海洋紅 甚至乎數到楊子琴都沒有 我看一個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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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聽我剛才說成龍 我看到一個貼文 他說 為什麼成龍會在紅過恩子丹呢 就是在我們眼中 其實兩個都是混蛋 是吧 但是外國人眼中 成龍 你看到他 你看到他對待外國人 每個人都很朋友 是 恩子丹這些就不是 所以 為什麼成龍 去到現在 你外國人都只會記得成龍 或者我回到大小小 就是如果你說成龍這個例子 就是我們之前都講過 成龍這個例子 而是 你成龍那件事情就是什麼呢 他 他就是因為覺得 自己只是一個中國人 嗯 他 他都怕自己 比不上外國人 嗯 嗯 所以他在一個表現上 那難道怎麼樣 我對著那個鬼佬 你試試不善待我 我打出你 就是 他不會這樣去想的 是不是 都知肉酸啊 嗯 他不是要做好自己 討好全世界 喂 這個是一個討好的行為 其實 他這個V的手勢是哪裡來的 嗯 是不是 都笑了先 是不是 這樣 是不是 我覺得 對 你去到別人的地方 你當然是這樣的 沒錯 而不是好像李恩子丹那樣 你說 他是不是什麼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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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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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的禮貌 來的嘛 哦 那他做了Star 就沒有禮貌 還有 你始終 那要不是我做Star 來幹什麼 這樣 我這麼辛苦 我就是沒有禮貌 恩子丹都 熬回來 是啊 是 是 不是啊 而是 他最討厭的人的始終就是什麼 就是人家 不禮貌對待你 嗯 你就針對那件事嘛 不是 不禮貌對待你 就是不禮貌對待你 你放全中國人上台 民族主義情緒 是啊 如果你一下子就針對 他是因為你是中國人而針對你 我就覺得這件事 我覺得幼稚 但是也很符合國情 沒有錯了 嗯 也很符合他的新戲 嗯 新戲是什麼 遙文四 又是遙文 又是遙文 不是 這個就是 他真的跳出不了自己的框花 他聲稱是最後一次的 先聽聽吧 如果賣座的話 我都相信 有五的 不是 有五的不會是他做 我覺得 嗯 那 因為 這個討厭的那件事其實就是來自這裏 我不知道 當初你要開這套戲的時候 你的腦袋又在想著 什麼 你今次我看了傳播 如果你想想 欣自丹在美軍機裡 打美軍 旁邊有戰機 有戰車 那樣 在美軍機裡跟那個鬼佬石臭 這次戰狼 喂 對了 這個劇情有簡介的 這樣也很詳細的 這個簡介就是 遙文 前往美國華盛頓州的西亞圖 與徒弟李小龍一同開設永春學校 是 是 是 還有洗癡的耳朵 而是 而是 你 做一個這樣的劇情 你有什麼夠位 你想像到 那個劇情肯定不是說 那些鬼佬看你不忍耐 做一個功夫 對 打給他看 證明你很厲害 但是 這些這樣的劇情 誰扮李小龍的 上一輯都是陳國坤的 他上一集出現了 一個鏡頭 對 出現了一幕的 那個就是陳國坤 不知道是不是 應該都是 是 全世界最像李小龍 其實李自庭也很像的 不過不是 我們 我們 我們都不認識 這些真的要找王國興 那倒是 應該找王國興 然後他們說 打給蔡水湖先 確認是不是 那一刻你討厭 喂 什麼年代啊 大哥 還打鬼佬 就是 你說 你說 你 就是 你相比起講那個劇情 喂 戰狼義好很多 畢竟對方都是恐怖分子 嗯 是不是 那些戰亂國家還是什麼 我不記得了 戰狼義 他說 他救人 單人匹馬救人 都一整班中國人回來 嗯 就是我都覺得還可以 嗯 我當你虛構有什麼 喂 那現在搞什麼 你真的要打美國人 嗯 幹什麼 被你打得贏就怎麼樣 人家背後笑你 我真的相當懷疑 這個鬼佬就是這樣 因此 什麼 Doni Yan What Yaman What What 第四集 我有啊 我有看過傳播 吊他腦尾 腦袋 他都 你真的叫彥敏翻身 彭忍出來 跟他海軍特戰隊打 神經病 你不是那回事 你上一集 打太神女 其實覺得好 腦袋 其實我記得第一集 我們去看 我跟你去看 對 我們去打十六個集 對 那時候還覺得很有型 真的像一事比一事 就是你當是一件歷史事件 就是一件事 一個戲劇 當時 那是打本仔 對 而當時的日本 其實當時的林家棟 又做得很好 是 還有那時候大家的情緒 沒有那麼 民族主義 沒有那麼離譜 但是現在 喂 我們經常說民族主義 經過這幾年 我們看回 喂 其實很恐怖 對不對 還有恐怖之前 又低能 假如你 還有什麼 你在哪裡 能夠體現到這些 民族主義呢 就是在那些窮人身上 嗯 你在那些窮人身上 才能夠體現到 民族主義 我看到 我通常在網民身上 那些文字未開的那些 那些字都不認識多個 那些人就要跟他講民族主義 不是你控制不了他們 是不是 但是 你恩子丹 你畢竟讀過書 有 他美國出生 是 他讀過書 是 你恩子丹 你讀過書的 他是貓打 但是沒辦法 始終他 他是靠什麼起家 他就是靠民族主義 沒有啦 他就是靠民族主義 情緒起家 這一點呢 我就一定要再一次再找成龍了 成龍到洪藩區 他都是講這件事情的 其實洪藩區都是講這件事情 說那些鬼佬 說那些鬼仔聯運結黨 成那些死非仔 在那裡專門 找那些中國人的牧場來陷 他就是欺貓梅坊那一間 銷入市場去 偷東西啊 收保護費啊 那些這樣 然後成龍就打了 但是其實 成龍 他講的是什麼 為什麼 你當我是中國人漏的 喂他不是跟你講這件事情 他是只跟著那些死非仔 最後打完了 他們成班 成班鬼仔都不夠打了 然後只跟著說 你們是 你們是 你們偏偏要選擇 去做一班人見人爭的社會垃圾 你自己反省一下 或者是不會將那個文化 是啦 是啦 那些鬼佬呢 開口埋口 什麼 Chinese guy 叫他 啊 他們那些英文對白說 Where is the Chinese guy 他說這一句 他都不是跟你講什麼Chinese pig 那些 他都不是跟你講這些 喂 學一下東西啦 李恩子丹 其實你看 以前呢 可能來80年代 都很多這些 這些 其實民族主義上 其實李小龍 李小龍 民族主義 但是他就 我們沒辦法 還有其實你看 秋天的童話也是 是 是 那麼精裝出去仔 也有 惡搞過 不是 而是 你說歧視 你說在以前也好 你現在來說 你說會沒有嗎 當然會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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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世界也有 沒可能 我覺得很搞笑 就是呢 你看到那些 李小龍 洪藩區 就算秋天的童話 那個歧視都在 那個地方發生的 是 不會是歧視在 你自己本身的地方 是 是 你去到別人的地方 你去到別人的地方 歧視你就這樣啦 當然要看別人的臉色 對 人的臉色就是這樣啦 所以他說 那不就這樣啦 為什麼那些鬼佬來到香港 要我看他的臉色 怎麼會 根本就沒有這樣的事 正等於你 香港你都會 雖然說 我們會怎樣去特別 怎樣對待 那些 南亞裔人 有些什麼 特別不禮貌的對待 就是我們自己 實際上 社會 充斥著 那些南亞裔人 顧問兩個好人為 都會有歧視的 態度 是 是 就是 就算你怎樣去教育 都不可能 不可能的 你不可能的 但始終大家種族不同 一定會讓大家 有個 有個鑑膜在那裡 不要說完全歧視 還有一個鑑膜在那裡 你又要明白 你知道中國人 在全世界的肚子很臭 是嗎 是 真的不敢認 喂 我 就算你怎樣想跟你抵辣 你賴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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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賴 人家不可以抵辣 是 你不可以抵辣 我們中國人有錢 我覺得很奇怪 就好像我們這樣 就是 撕不掉中國人這三個字 因為我們被他家主在我們身上 是 我們就很想不做中國人 那這些 你這些欣子丹 什麼汪詩詩 你明明不是中國人 你就不要拿屎上去 是 說到底就是什麼 啊 我知道為什麼會被人歧視 因為你是加拿大人 那你來我們的地方 那你給人歧視當然是這樣的 是 我是你欣子丹 我是你老婆 應該一家幾口 一起拿出外國護照出來 撕破他 是不是放棄那個外國護照 欣子丹放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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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當然啦 跟當年 啊 跟當年 越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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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一樣 好心阿葉太 放棄外國護照 參選 阿葉太如果 欣太阿葉太 哈哈 我真的想問你 張榮成 你真的撕不掉你的角色 阿欣太 如果你要禁所有的民族情緒上身的話 你先學好中文 我覺得如果去到 殘體字很容易學的東西 還有這樣 是 殘體字異弱 你又要打中國人 不是東亞病夫 但是你中文都不認識 是 不認得的 你真的跟你的老公學一下 我不知道 阿欣子丹中文 行不行 如果以我 我是中國人 這樣說 你剛剛 李恩子丹這個人 真是唐衰假 是呀 就是影子衰我 是 中國人這麼嘴巴鬼的嗎 是 但是中國人不會這麼覺得 這個就是後話 鬼鬼叫我 不是中國人 我明白 如果我 如果我都承認 神經病 如果我都承認我是中國人 中國人的水平 就突然拉高了很多 我們真的沒有資格 對中國人 我發覺 真正的中國人 一定是覺得 殘子丹這個 是 我不是 我們中國人 就是藍人煞 民族主義 我靠民族主義 我靠民族主義 發達 我當然現在 撐到底 以後那些鬼佬都不知 還要找找你 我聽阿貝這個節目 說出來 是 在業民之前 其實 一字丹真的 業民之前 業民之前 真的靠 真的靠到業民 彈了出來 又不要說不同 還沒有去到現在這個位置 撒破狼 那時候都可以 但是撒破狼 中國好像沒得看 哦 你差很遠 有有有 他講九七遲 所以 有有有 但業民令他 宇宙最強 是 那就是 是 那業民就真的令他 去到十個 飛升國際 那樣 就算了 連那些高登的那些 那些drift 都經常出現 雖然沒有業民 就是說 我不打領不打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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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真的 藍心 一字丹的 本來是一個民族英雄 你永遠都超越不到成龍 真的 你永遠都超越不到 你一天 你一天還揹著 這個民族主義 你一天都超越到成龍 就是顧問我們 多憎成人都好 這個也是客觀事實 是 成龍是成功過你 好難多 是呀 你嘗試去美國 看看誰 是呀 什麼 別再說這些 別人 別人 你冷靜一點 別人真的認識 我真的覺得 沒有太多人認識我 不是的 認識的 我看回 我看回 原來他有做過英雄 天生子丹 哪個英雄 哦 就是 張藝謀那一套 是 拿芝麻那個 拿芝麻 那就好 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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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辣賣你了 喝又沒多 哈哈 哈哈 拿花背氣 沒有 我告訴你 這樣 那 因為 還有一種最討厭的那種說法 也是 就是 就是 為了 故意的 挺好宣傳 挺好宣傳 還打美國佬 是呀 那些英雄主義形象就出現了 是吧 想當年 我們看 一陣營健典的那套困滑仔 是吧 那些味道之士就爆出來 敗壞社會風起 美化黑社會 嗯 其實 一樣的就是 現在的情況 李恩子丹 葉敏這個角色 你美化了 我不說美化葉敏這個角色 你美化了中國人 這個 美化了民族主義 美化了民族主義 你害究死誰 你不是害究死我們 你害究死中國人 你第一個害死就是害死吳京 然後吳京就害死中國人 哈哈 哈哈哈哈 真是擔心 現在這兩個 吳京和恩子丹呢 害死中國人 就是美化了民族主義 那 我們又看看那些外國人在做什麼 有啊 就是在恩子丹在炒炒鬧鬧的時候 炒炒鬧鬧的時候 撥庫罵街的時候 那 就 就是 突然間在這個Apple的發佈會上 那很出奇地 就沒有什麼硬件去發佈 就是本來炒得熱烘烘的iPod AirPod AirPod 都沒有 就是無線手機 對 他說有黑色的 對 但是都沒有 但是呢 他又出了一些 很令人覺得驚訝的軟件 就是有Apple Card 就是Apple的信用卡 是 Master Card 是的 有這個Apple TV Plus 還有呢 有一個打機的 是 這個Apple TV Plus 它是說的是一部機 不是 它是在Apple 軟件的 Apple TV裡面 是的 那 大家其實 就是打機的 其實打機那個 Google在之前的星期已經說了 那 Google就 你隨便拿一部電腦 那你就可以打到現在 所有4K的遊戲 不是所有4K 不是 它自己那個 如果它有發行的 就是用Google的伺服器 就是Google的服務都有的 那你就隨便一部電腦都打到 因為它所有的東西 不是在你的電腦 是在它的電腦 是 所以就全部都有了 好像現在它都有試驗過 因為之前Switch 機能量比PS4差很多 那麼就沒有出到這個刺客信條 最新的一集 那它又有一個 就是它又有一個 就是Ubisoft 有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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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 任天堂的eShop裡面 就可以買Ubisoft這個遊戲 你只能下載下來 但是你一定要按下載 哦 但是它畫面跟PS4一樣 是 但是遊戲就不是在你的機器 就在它的伺服器 那就取決於什麼呢 取決於它的伺服器 還有有多流暢 所以如果 不是啊 你刺客信條 你都 是的 也不用單 有人檢查過是OK的 因為 這麼誇張 是啊 因為 這個應該都是之後的大小所出來的打機 到以後5G就更加了 這個是Apple的打機 因為之前一個星期 Google已經說了 這個已經不是太過增盡了 那Apple Card 其實就 都會像 都是Apple Play的再進化版 其實都沒有什麼特別 但是反而 它的發佈會上有沒有說 傑茜庚耳環是否給錢中間 沒有 還得好才好正 還得好小正 反而 最大 最大 罵得熱烘烘烘的 就是 Apple TV Plus 是 它就是一個 串流的平台 相信有跟Netflix 賣TV Super 那類的東西 都是同一科 都是同一科 它現在呢 在Apple TV的Apps裡面 會加入Apple TV的頻道 那它就把HBO、Showtime、Stars 這些 美國受歡迎的頻道 就加入到Apple TV的Apps裡面 用戶只需要付款就可以看了 是的 付款就可以看 是的 它是這樣說的 也都 有很多 即將會有很多 不同的 不同的台 都會加入 下去的 是的 像一些 現在你看到的 可能是NOW 是的 有些外國電視 那有沒有一些 比較矚目的內容 有 最矚目 最矚目 就是 史笔寶 會加盟 史提根 史笔寶 會加盟 Apple TV Plus 那它就會重啟 它自己的一套 其中一套劇集 就是之前 我忘記了什麼名字 我又沒有查 然後 然後 它就 《廚羅紀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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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都可以 也有傳聞 這個傳聞 它就會幫這個 Apple TV Plus 拍電影 是 拍電影 大家就言由在意 我們早兩個禮拜 都說了一件事 就說 《史笔寶寶寶寶》 就覺得 譬如 Netflix的電影 就不應該提名浩斯卡 因為它根本就不是一個電影 對 我支持它 我也支持它 我支持它 啊 怎麼現在就自己去搞 想通了 突然想通了 不是 我看到一些說法就很狂妄 就是說 電影已死 因為《史笔寶寶》 但我又覺得不同 是不是 抹捐 那我也可以 做一下這些事情 來賺錢的 可以 《史笔寶寶寶寶》 可以的 但不要提名浩斯卡 沒錯 所以我就說 還有的 也可以的 先查一下 不要這樣罵人 是 你去到有一日 當史提賓史不寶拍的影片 在Apple TV Plus那裏播 而他又可以提名到奧斯卡 兼且拿獎你才屌都不齊 不過這個機會就微一點 因為我覺得其實是會慢慢慢慢會轉回頭 因為你始終是 因為我不相信人類會放棄電影這一個魚王 其實也不可能 因為如果人類放棄電影這個 我可能入戲院看的 是呀 入戲院看電影 人生都很有奮美 是呀 你已經生活上大部份時間已經對著他 你現在連一個多小時 你可以走開一下的機會都不走 就是不會的 還有一個多小時是關掉電話 或者電話收不到 或者你不會來的 是呀 你要關掉電話 那兩個小時 多好啊 通常都不會是另外一件事 所以我覺得是這樣 不會的 是兩件事來的 那你少人回《史不寶》都可以拍其他東西 是吧 你《Apple TV》可以出錢給他 走著招 什麼走著招 走著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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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著怎樣 真的要看著怎樣 遲些鬧都不像 不過機會就微一點 《史不寶》都不是奧斯卡的上校 這個也是真的 他也是只有斯特拉的名單 這個也是真的 就拍來拍去 是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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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奪普奇兵 還有沒有 我也沒有 他那些戲弦比較難拿奧斯卡的獎項 是呀 他又不是占斯卡馬倫 是呀 他又不是靠保持完 哈哈 他又不拍Green Book Green Book 很難 有很重的娛樂元素 流行元素 沒有呀 沒有 好 算了 那麼 拭目以待 那我們就 講完這些 開心事 嗯 嚇人 剛才沒有 《恩子丹》還不是 那麼 我們今天的題目 大家看到了 有呀 原來有呀 最佳導演1998年的 《Saving Private Ryan》 《雷靖救兵》 這套厲害 這套 好 跟著就沒有 這套 OK 好 那我們再講一些智能 OK 好 那曾經有 關於老師自殺的 那件案件 嗯 就是東華三院那個 現在一石積起千重浪 很多老師都 很多學校都爆出這些 醜聞 就是有一個東華三院的老師 校長 有些東華三院的總理來巡視的時候 他就逼一些老師 哦 幼稚園來的 對 幼稚園來的 逼一些老師 就在三個月裡面 要留在這裡佈置一間學校 那些學生呢 畫得不漂亮 老師要 他做歌 老師畫 畫完寫學生的名字 哦 哦 是啊 是啊 就是扮個學生畫 要做到那些 迫布很漂亮 那我也看到 網上有一些圖片 嗯 有些學校的迫布 真的很離譜 漂亮得很離譜 那一定不會有學生做 優子 就是我有常識的 是 但是那個校長就沒有常識 是啊 校長就沒有常識 所以呢 為什麼有些媽媽會這樣 找人請唱那些填飾比賽 有原因的 因為那些校長真的沒有常識 就是因為有那些人渣嘛 哎 或者不是 有些媽媽可能真的覺得 真的有小孩畫得這麼漂亮 你看看我家裡有寺院的迫布 哈哈哈哈 所以請唱 是 還有可能他也是的 你可能你回頭 可能如果有些學校 搞了這些活動 媽媽請完槍還完這樣 可能校長也會跟他說 哇你的女兒畫得真是漂亮 是 就算他可能他心知 他心知 心知 你老美的 他說我怎麼相信 哈哈 那時候 可能他也會說 喂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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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當然 我最想說不是說這樣 嗯 因為之前就是 之前有一堆校長 聯署 能人專上學院 對 能人專上學院 哈哈哈哈 有一堆校長就 就出了一封聲明 聯署聲明 就說 其實叫不叫聯署呢 有些沒有出名的 有些沒有出名的 總之就是 一群沒有政治立場的校長 哈哈哈哈 神經病 歌詞其實我記得 我看過節目的歌詞 我都還沒罵完的 是不是是不是 他說自己沒有政治立場的 政治中立 他說自己沒有政治立場 中立都不是 中立都不是 政治 我 我什麼 我對政治沒有興趣 哈哈 這些只是純粹補充 我討厭政治 全靈關係 但我純粹補充 是啊 因為你完全沒有意義 那些說話 你都令人覺得很反感 當這件事去到立法會的時候 中的 有一條人渣 這條人渣 真的 我真的覺得這段說話 真的很厲害 他的語氣是這樣的 我真的假裝他的語氣 是老師來的 不要亂自殺 我在這裡呼籲所有的老師 要堅毅 不要建立這些消極的態度 你不單止累死自己 還累死人 他當時的語氣就是這樣 這個想法 這個還是很多盤 當然是 你太陽正氣 你說話太陽正氣 基本上 不夠批 很難的 老師來的 大哥 不要亂自殺才行 我告訴你 我想你在香港真的找不到 我想你在香港真的找不到一個人可以做回他 其實真的做不到 我真的做不到 做不到 何君堯這些 真是極品 你找到阿宗的人不做 我找到黃光亮那些張耀陽說都說不到 說不到 說不到 因為黃光亮你都知道他正在演 黃光亮真人很nice 是不是 但是你何君堯 他一定是真心 他絕對真心 好 絕對是 只是很簡單 當然了 我先說到後面那些 你不單止累死自己 還累死別人 我覺得這一句其實就是針對那個校長 喂 你自殺 現在死無對證 不是那個校長 那老師 那個老師自殺了 死無對證 他的意思是會累死那個校長 沒錯 現在每個人的矛頭都指著校長 你是不是想校長自殺你們才滿意 是 是 最好 上次我都說 你去梁君 找梁正的家嗎 不用 你去找何君堯的家 我本來就覺得不是 你說完我就覺得是 是 看看何君堯住在哪 上他家的天台風景好 你想說什麼 我剛吃起那個 之前自殺的老師 他自殺的時候最自殺 是 小心點 是 多大的一個兇手 是啊 你有沒有看回魂夜 回魂夜 笑不免得越流成我 不是 何君堯不怕的 是基督徒來的 擺觀音 擺著鬼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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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擺著鬼仔的基督徒 是啊 是啊 買幾飯 買幾飯 弱得這麼硬正 那麼 另外他就說 在呼籲所有老師要堅毅 不要建立這些消極態度 就是 可惡 真的 他有沒有子女 不敢生的 這些傻子通常 你試試跟兒子說 你看看 有兩字一旅 三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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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殺了你老爸 就是 真的 你殺你老爸 老爸殺你 不要 要堅毅 不要建立這些消極態度 其實意思就是什麼 你別說不好 太消極了 他不是正視你的不滿 而是你這種態度太消極了 積極一點 是不是 屎而已 怕什麼 蛇 積極一點 可以嗎 屎你都不蛇 你這個人 跳啊你老母 我現在說的是一個 一個人 你受到一個 長期的精神的壓迫 他選擇到走上這條絕路 嗯 的時候 喂 你 你跟他講堅毅 你跟他講消極 什麼叫消極 什麼叫積極 有什麼用 就好像 我和你何君如說 你做一個人 可以嗎 沒有用的 喂 你說一些有人性小聲的說話 可以嗎 你何君如你會不會理我 嗯 一狠狠 對著你這個文化 最狠狠的就是這個 嗯 大哥 老師來的 嗯 不要立戀自殺 立戀自殺 自殺 自殺 都可以立戀不立戀的 蛤 立戀自殺 喂 我真的 我已經在那裡死了 對 其實他 就是我 他不會明白 就是我 他一定不會明白 就是 就是 貧林自殺 邊緣的人 他自己的心理 那個眼影 是 自己 你說 你猜 你猜 站在那個 騎口邊 看著街上 你猜不害怕 是 你正常來都害怕 但是你想想 他克服這份恐懼 他依然跳下去 我剛才說 他是萬念俱灰到他這個地方 是的 無事這種恐懼都跳下去 去到心無可戀的階段 你不忍會明白 作為一個有人性的人 是 沒有人性的人 是不忍會明白 因為 我覺得 你 你真的會覺得 心寒那個東西就是 立戀自殺 喂 我這一生人 我這一生人 我聽過最賤的 這個形容詞 就是這四個字 立戀自殺 你不是說 不要隨便過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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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隨便吃東西 不要隨便自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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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隨便玩火 其實你 他的意思是 你隨便自殺 其實他會覺得 是有理由可以自殺 你這個角度也對 你才會覺得 人家隨便自殺 對於何君堯來說 是有些事情 你是應該要去死的 對啦 但是 但是又不會 就是他 就是他 你何君堯都沒有自殺 有什麼需要自殺呢 所以 我們就奉勸所有人 不要立戀自殺 就看看何君堯 長命百歲 唉 屌他老婆 屌他那是 真的呀 會不會跟他道長命 是 你說得出這句話 就是 你 已經是對 他跟中國人一樣 是 就是 視人命如草戒 是 就是你在大陸的話 你 分分鐘 你去街上 有個傻子 都沒有人理 一天兩天 就是幾個小時 十幾個小時 不要隨便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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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你不要隨便躺在這裏 要死死遠一點 死遠一點 就是要去到一個 不尊重生命的國度 才會出現這種情況 所以你真的很適合做中國人 很適合他 真的 會不會脫脫的中國人 我真的這一生人 我真的沒有聽過一個形容 可以賤得過 這四個字 我想你不止這四個字 我想我們三個一陣人裡面 都沒有什麼人見過人 賤到何君堯 雖然我們不認識他 就是你這四個字 我們都可以很肯定 何君堯 我看你的樣子 你還有二十年擺 是 不是 我看他的樣子 真的有時間擺 有時間擺 有時間擺 喂 再他們說多放二十年也很夠了吧 多少歲 兒子 兒子都三件 他一五十六歲 五十六歲 不是 還可以擺三十年 三十年 這樣就糟了 來吧 擺這三十年 你接下來 你 給你擺六十年了 你接下來這六十年 你這六十年 你就是要揹揹這四個字 立戀自殺 你說的何君堯 這是我這一生日 聽過最賤的一句說話 立戀自殺 何君堯 你的子子孫孫 都會因為你這一句說話 立戀自殺 蒙秀 你的子子孫孫這一生人 都不會抬起頭做人 我看你的樣子 都做不到李嘉誠 我看見他那個 子子女女的名字 只有英文 是嗎 是呀 手也改了 可能是 入籍改了 不要讓他知道 我爺是何君堯 不要讓他知道我老爸 我老爸是君堯 糟了 我真的 真的很賤 我不懂得形容 賤人 賤人一個 這些人走出街 真的要一巴巴 升下去 我覺得這些人 真的 這是人形物體 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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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你蓋他一巴巴 就算你蓋他一巴巴 我都覺得他嬉皮笑臉 對著你 一定是 嬉皮笑臉 報警拉你 你罵他的狗 他一定是嬉皮笑臉 軟皮蛇 你真的咬他不入 你們 所以才是賤 我先休息一下 我們再說一遍 這個賤人 哪一個帶他進去 打妖婷 多謝大舅 多謝雷洞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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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hashtag 應該hashtag 多謝雷洞計劃 現在是甚麼計劃 風雲計劃 風雲計劃 我們一會兒說一下風雲計劃 我們一會兒說一下風雲計劃 我們沒有間錯再說 好吧 先休息一下 好吧 好吧 輕 輕小聲 再為我送溫暖 你為我住入快樂 強點 輕 輕雪聲 萬長路快要走過 終於走到冥冥晴天 聲聲寬 赴若氣 將紅日發放金箭 我判你往一笑 聽 輕 輕叫聲 共抬望眼看高空 終於晴天優美為你 勇著你 當初溫慶在勇言 心裏面 心裏面 同仗像希望你無言 今日我 與你有思見並結 當年青 當年青 此刻是天上兩身事 一望你 一望你 眼裡 眼裡溫慶已通天 心裏面 從前沒有一點未改變 今天我 今天我 與你有思見並結 當年青 再度添傷新鮮 我失敗了三年 我等一個機會 你爭回頭會 不是要證明告訴別人 我威 只是想告訴別人 我忘記了的東西 我想自己拿回 阿Sir 我沒有做大哥很久了 阿Sir 歡呼若氣 將紅日發放今次 我判你 往一世面重演 聽 聽叫聲 共抬望眼看高雄 終於 青天優美為你獻 勇著你 當初溫慶在湧兒 心裏面 同志氣夢魅烏熱 今天我 與你有思見並結 當年青 此刻是天上兩身事 一望你 一望你 眼裡 眼裡 溫慶已通電 心裏 從前夢 一點 未改變 今天我 與你有思見並結 當年青 再度添傷新鮮 好 回來第二節 Hello Hi 剛剛聽的那首歌 就是我們每年都會播一次 就是張國榮的當年情 沒錯 沒錯 順便重溫一下 英雄盆飾 英雄盆飾 的片段 我對上兩個星期 星期六沒有播放的星期六 國際賽期沒有播放 這個Now做逸流大叔 我又重新再看一次 這麼快又有得看 聞到一股香味 有啊有啊有啊 魚香營就好 前晚Viu都有播這個 一念無名 我中段開始看 我尾段看 我看了一會兒 好像很好看 算了我關掉它 即將來才由頭看一次 這樣 好了第二節 先講講講關於這個 什麼才好呢 你想起筷嗎 王先生 清起筷 想說什麼 由頭講起吧 由頭講起吧 何志平 何志平 我有 之後才慢慢說回來 你說何志平 先說何志平 何志平究竟發生什麼事呢 我覺得他可以說 上星期三 星期二 法庭宣判了何志平的罪名 要復刑多久呢 就是他要坐三年牢 還要罰款四十萬美金 他之前被扣押那段時間應該可以減回 預計坐多年多 坐多年多就出來了 比起我們想像之中 尤其是比蕭生想像之中 真的短很多 蕭生又怎麼猜 蕭生救他一命 蕭生說沒有二十年都十年了 蕭若元簡直是苦海明燈 真的要多謝蕭生 何志平真的要多謝蕭生 多謝蕭生 他又一次發揮到他的功能 最快明年的六月就獲釋了 就需要在一年之內繳交三八十二萬的港元 不要緊 國家有很多錢 真的肯給這局 我說國家有很多錢而已 不知道肯給的 我又覺得肯給的 當初放他上台 去幫國家做了這麼多事 也要有些報酬的 怎樣也 最近又很喜歡訪問劉世良的事情 好像只有劉世良一個懂得 還有劉少明 還可以說誰 劉少明 難道真的訪問蕭若元 問他怎麼看 不要搞笑 他也有說 何志平是白手套來的 加上就是鏗槍集 他也是訪問劉世良的 不是 我就在那裡看回來 那個鏗槍集的那集節目 也詳細地去追訪何志平的這宗案件 也都被他揭發了其實 當中涉及一個非常重要的人物 就是前聯合國主席的一個鬼佬 什麼名字 我不記得了 應該是說當他去查的背景 整件事的脈絡 因為他怎樣得到這個資料呢 就是你看回何志平 他怎樣在聯合國的舞台上出現 到怎樣可以認識到受賄的國家 那個叫什麼 詐德 那個人的名字叫詐德 國家叫詐德 認識到他們那些官員 到再引發起後的事 中間是有一個脈絡 而中間這個脈絡牽涉的 最關鍵的一個人就是聯合國前主席 當然 我真的除了在這個 《鏗槍集》這個節目裡面 看到這個說法之外 沒有 可能城寨有說的 我們沒有聽而已 奪命鬧鬧有說的 不過我們沒有聽 他說的聯合國前主席 是不是沒有說名的 有說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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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他都是一些輪任的主席 可能那個主席是非洲 或者是不出奇的 不一定是西方世界國家的主席 歷任主席 讓我看看 一年一屆 一年一個的 忘記了 他已經很久了 其實已經很久了 那 我又覺得 對於中國人來說 這枝也是強心針 證明美國也要給幾分 薄面中國 只有三陸而已 七除八扣 這麼快就出來 不敢他這樣做 因為這件事我才知道 原來他太太是胡偉忠 我一直都不知道 嘩你是不是香港人 我可能是中國人 當年他這一宗婚事 你似火星回來 忘記了 當年他這一頭婚事 都是成宗的熱話 我孤陋寡文 胡偉忠年輕的時候 都很傻 很傻 很傻 嘩 我挺害怕你剛才開這張照片 我不會這樣對你的 他是打聲來的 他有打 他又不是說真的 很能打的 不是和父子出生的 不是 他是 對 真的 都標誌 都標誌 當年 真是 很能打的 他坐三年 大家都覺得他出來後 都是一條好漢 可以繼續為國家效力 劉少佳也是這樣說的 對 好像他那封自己的求情信 也有這樣寫的 我不知道 希望輕判 可以繼續為國家效力 對 劉少佳的口中 說出來是特別好笑 不用 在這個獄中 度過餘生 出獄後 仍然可以繼續為社會 和國家服務 何志平說 你媽媽還來 見過鬼才不怕黑 還來 你這件事也沒有撐過我 幸虧得了 何志平心想 如果不是 中國在你背後做那麼多事 你以為你真的會判三年 他用了多少錢收買法官 那些知如此類 何志平會心想 不如你讓我坐久一點 我不想出來 你任由我 你任由我 又讓我捉回去為國家效力 又要我做這個 搞這個 我想他也預計到自己 未必需要坐那麼久 所以你看到其實沒什麼了爆 是 我還期望他自己的反應都是死 抱著一起死 沒有啊 通常說 你預計他可能會爆大鑊 可能 自從劉夢熊那件事之後 我也不會對他 會爆這個人有任何期望 是 是 鱷魚頭到襯底 那個人都 就是 垃圾 垃圾 鱷魚頭到襯底 鱷魚頭到襯底 都沒有用 你們全部寧願坐牢到門 會爆大鑊 不是啦 哪有人這麼懷疑 這麼懷疑 這樣有骨氣嗎 但如果你爆大鑊 不是你死 可能是全家一起死 這樣又差 豬狗族的事情 所以就是有骨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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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漢奸的樣子 我們不會做的 是啊 我現在的 我做翻譯而已 只有林家棟做翻譯而已 其實這件事你帶給社會一個很壞的榜樣 這個例子 我覺得很勵志 你覺得很勵志嗎 你覺得榜樣很壞嗎 是壞榜樣的 但有更壞的在面前 我覺得沒什麼 你會覺得原來要在這個社會生存 就算你去到何志平這個級數的人 的一個社會精英 原來你都要靠這些 做這些慘疑的事情 才可以在這個社會生存 即是有什麼可以驅使何志平要去做這些事情 老實說 你又不是優齊又不是你的人 是愛 真是因為愛國 是責任 不是啊 單純看愛國 如果比較陰謀女去看 可能就是有其他一些不可告人的秘密 成為痛腳 是不是 所以不想做都要做 我覺得有時候這些東西就是什麼呢 你涉及到華人的劣根性 我覺得是 其中一種可能就是 就是陶傑經常口中說的小龍DNA 小龍DNA 就是什麼呢 錢沒有人嫌少的 嗯 我是不優財 不是啊 但是你找兩億我去搞這些事情 我也會幫你去 是啊 昨天我看了一套 也不是中國人 可能中國人比較濃厚少少 這個貪錢的劣根性 就是貪治劣根性 昨天我也看了Netflix看一套 看一套電影 我忘記了三重邊界 哦 新的嘛 這套電影就不是不好看的 不過去中間又有一幕是 還有一班退伍軍人 退伍警察 他們走去 只要知道一個賊賊收了很多錢 嗯 不知多少億的美金 是 其實他們知道是得很短時間 給他們拿的東西 嗯 但是他們因為看到太多錢了 是 因為那個貪念放不下 是 已經拿了一億美金了 不能走 嗯 那些人就回來了 哦 四幾件 是 是 是 這個不一定是中國人的特性 不過是中國人靈石強 但是 我現在說的是 他那個貪念是 他都要挺而走險 就是說 所有貪念都要挺而走險 不是 而是那種挺而走險 你拿命搏和不拿命搏 你問一下何志平 他在被人抓之前 他有沒有想過他會有今天 他都沒有想過被人抓 他覺得這件事十拿九穩 他十拿九穩 他覺得這件事 嗯 喂 如果真的這麼不穩 你覺得何志平會不會去做 其實我相信不單止十拿九穩 我在他心目中 覺得個個都是這樣做 可能是 這些冰山一角 這些個個都是這樣做 更何況幫國家做事 中國的爪牙遍布全世界 或者他不單止是中國 其實你有看到有些 可能美國也是這樣 有些人在白宮做稅客 都是這樣 是 看你用什麼方法 看你用什麼方法 可能另一個心態就是 不要緊啊 阿公罩你 阿公罩你 不是罩了去哪 罩了在哪 罩了在空中 可能是阿公罩著才坐這麼少 罩了胡惟中的空中 希望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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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少我出道來 為社會和國家服務啦 對呀繼續啦 那就是恭喜你了 另外一件恭喜你 大家都覺得很開心的 就是 我在看一個新聞 《港鐵》說 如果紅磡站不開通 那麼沙中線就不會可以通車了 認同 技術上而言 沒有紅磡站的 沙中線都開通不了 我看到那些輿論都應該要開通 因為沙中線真的要 因為土瓜灣那邊已經等了很久 是啊等了很久 你在我門口挖 挖了這麼多年 挖到倒楣 還沒搞得定 很對不住的 所以我也覺得越快通知越好 對 照他的口徑 即是他的說法 或者他的語氣 我都相信開通都是指日可待的 到時就威脅全港 沙中線 紅磡那邊多些人 土瓜灣那邊 樓價就升 方便一點 過海也不用那麼塞車 我覺得好 畏澤萬民 畏澤萬民 有一點瑕疵 也不是瑕疵 也有個報告出來說結構安全沒問題 對 他是這樣說的 這樣就太過斷槍取義了 因為我看標題 他就說他雖然違規 但是符合安全 結果就是安全 我絕對沒有斷槍取義 對 他很中立的 其實他的報告很中立的 給市民一個訊息就是 結構安全 通車 我還要不應該吃飯 應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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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什麼 吃屎而已 吃屎也可以飽 吃屎是不衛生而已 但是飽 所以剛才我完美示範了香港人那種健忘 過程不再重要 過程又怎樣不重要 沙中線也剛剛有這個中期報告出來 工程雖然有違規 但是結構仍然安全 無需加固和重建 剪短鋼筋都是個別的行為 螺絲未完全扭入 就是少之又少 我開始覺得 是不是和我作對 他們 和我作對 因為如果 根據我 如果我有一次開口中的話 其實他應該拆掉那個喜歌 那都是錢的問題而已 是 是不是 是 沒有什麼所謂的 其實是沒有什麼所謂的 沒有所謂的 都是拿你的錢的 都是錢的嘛 都是拿你的錢 我們香港人的智慧就是 錢解決的問題也不是問題來的嘛 不過我就不是這麼想 不是啊 你現在就是 但是如果你不是這樣做 如果你現在你強行去的話 你擺明是拿人命交票 是啊 我撐你了 我想打他 不是 那不是怎樣的 不是 你也是這樣 不是 那你也沒辦法的 他要開你也沒辦法的 你真的除了死一百幾十人 你真的不會停的 我們天天在上面扔 要死人的 其實也不需要 可能 所以 也會撞車的 我又很自私的 所以我已經跟我的家人說 沙通線開了之後 盡量不要回答 避得就避 不知道有哪次 大家來試 不幸運 對呀 插錯腳也好 弄大力也好 突然間那一站 那站倒了 整個 整個樓層倒了 嗯 但是那時候 不知道誰不幸運 我老爸通常都不聽 那不要跟她說了 有另外一個報告 就是其他有些獨立的報告 政府沒有聽的報告 就說 其實港大已經用激光 不知道那些數據 我不懂的 它比較深的那些 驗過結構也是有些問題的 中科之前揭發這件事的潘卓雄 坦然一句 看看那個站什麼時候倒了 之前那些工程師 這麼狠 是呀 之前那些工程師都聯署過說 對於工程師學會的主席 還是不知道是誰 去支持港鐵檢測的安全做法 是很有意見 之後都有一班工程師出來聯署說 這個學會做法是有問題的 嗯 嗯 其實是 除了這個港鐵啦 政府啦 甚至乎是叫做那些工程師學會的頭面人馬 出來告訴我們 說結構沒有問題的話 就是結構沒有問題啦 但是其餘我們市民的疑慮依然未釋除 加上有工程師 就是一眾工程師聯署說 其實是對這個所有的報告有質疑啦 嗯 其實根本就 就算你說幾個安全都好 就算通了車啦 那其實 對於我們來說都是不敢回答的 是 嗯 只不過是你一面 單方面跟我們說沒問題的嘛 很無奈的那種說法就是 工程是違規 嗯 但是 安全 都說明違規 還有 我剛才一直在想著 究竟當今天下還有什麼其實是違規 但以後沒有問題的呢 是的 我實在知道你是違規 我講得出一個例子的 那個就是梁振英 他收了 非法收取五千萬 但是沒有問題的 之外還有沒有呢 剛才我都在 因為我想買一部卡式帶機 是 就是Wokman 那我上一個KL的時候 我看看有沒有二手買 那我看到有一些 就是有些介紹 就是 簡介回他買的那部機 都 同一個 和你剛剛講的說法 或者港鐵的做法 是 都一物相成 是 他說 嗯 粒鍵有點壞 操作沒有問題 是 不過呢 那個磁帶呢 操作就壞了 操作沒有問題 池帶壞了 但是你這個是反面的 應該說 池帶沒有問題 如果你應該套用 你的說法也對 但是反過來說 如果他說 池帶操作有問題 但是聽到 那就跟港鐵的說法一樣 他反過來說 他反過來說 有聲的 操作沒有問題 就是跟港鐵一樣 一樣 我想不到 你當今天下其實還有些什麼呢 違規的 但是其實是沒有問題的 有的 我打何君堯一身 我是犯法的 但是我真的沒有問題 為公義 對 你是坐牢的 但是我沒有問題 但是我沒有問題 但是沒有問題 不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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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罵他 可能法官會輕判你 我也忍了這傢伙很久 沒有 真的沒有 沒有 他這樣說 其實就是因為知道 輿論也覺得是有問題 社會公眾也覺得有問題 為什麼他這樣說 因為有問題 但是我也要照開 但是 又這樣說 雖然我們現在覺得很不合理 但是我相信通車那天也照樣有人回答 有 黃之鋒 就是一個 不要經常說他 他上次高鐵那天也沒有出現 他出現到嗎 你以為他不想出現嗎 沙中線他可能會出現 出現 講到黃暴的集會也會出現 沙中線他應該出現 對 第一個想想 摘死他 你剛才說這件事荒謬 說法荒謬 你說違規的話 其實要不要追究 所以我找回承認商追究 是啊 你也說了是違規 陳范局長說會的 怎麼追究 但是陳范局長說會的時候 也過了 看了另一個新聞 就是禮頓河中國限公司 申請清盤 好像之前有投了一個政府的項目 我不知道是不是屬於這一間 不知道是不是屬於這一間 但是禮頓中國申請公司有問題 我就看一些報道 其實工程這件事 很多時候都有這樣的情況 清完盤然後再重組 做完一個工作 就完了 連一間公司都完了 然後第二間工作又設置另一間公司去做 就完了 我不知道跟這個沙桌錢有沒有關係 這些東西 是財技 對 怎樣逃避責任 又容易遣散那些員工 對 我們又照何君堯所說 如果我是高鐵的 地鐵的管理層 我就擇日就開了 對的 大哥 不要亂破產 不要亂破產 接著倒 那個站倒 大哥不要亂倒 你這是地鐵站 你做個好榜樣給人看 給其他站看看 你學人倒 左燈也沒倒 不要亂倒 才行 神經病 學君如要擇日開 這樣就真的快一點了 快一點 不要等下一個星期 明天就好開了 那這件事你想說什麼 是 想說什麼 就是 民主黨你想說 民主黨 先說林子健 林子健 林子健不是判 我又說到嗎 沒有 沒有 原來之前林子健跟老蕭吵架 在節目那裡 老蕭也跟林子健有什麼資格 跟老蕭吵架 然後有些文章說林子健有翹腳 在老蕭吵架的節目 是 我看了一點 這個應該是 判了他有罪 但未判刑 判了他是 就是 報假案 那個時候 才是 但是呢 他還堅稱自己 沒有說謊 我覺得他真的 思覺失調 我覺得他有點思覺失調 你覺得 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這傢伙做什麼 我覺得是神經病 純粹 我是義貌取人的 你覺得我的樣子 因為你正常 你都去到這個地步 除非你上訴 要不然 你沒必要繼續硬撐下去 那時候 我記得最神經病那班 我忘記了是哪班 他就是這樣撐林子健 他說 就算他講謊也好 他也是想大家關注這個 什麼 那時候是 那時候是爭論的 林詠基嗎 是啊 那些什麼 跨境執法的問題 Helen說有看三重境界 三重境界 不是兵界 其實我都沒有怎麼看 我立一立 不過算了 林子健我們不要再說了 我想說 我想說 兩個頭面人物 一個就是胡志偉 民主黨主席 單車偉 單車偉 還有這個 絕食偉 還有這個 高達 李永達 有什麼 有什麼 民主黨的主席 胡志偉 在3月26日 就說 陳 錯信中共 民主黨 盼團結本土 抗23條 他很純情 很純情 韋仔 胡志偉說自己信錯中共 是 然後他就說 他 辭職 不要說那麼多 拿那個 那個叫什麼 你要重新得到人民授權 你才有資格坐這個位置 不用啊 我覺得 你不需要辭職 加上 我也不需要你其他 所有泛民的議員 只是你民主黨 如果 23條 去討論立法的時候 你整天一起衝去主席台 搶主席的咪 不關事 那這些涉及暴力 蛤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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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現在要什麼 什麼 不是啊 我的意思是 當初你站出來選的時候 你當時還是基於 信任 共產黨 才去做那麼多 按鈕的事情出來 而得到 他有後悔的 現在他為什麼說後悔呢 因為他說想團結這個本土派 去抗衡的23條 神經病 不是我神經病 你指著我幹什麼 我不知道 現在誰可以代表本土派 我就當我先 你啊 我又當我是代表本土派 我和你開出條件 OK 你要我團結你沒問題 我和你議會內外 女應外合 你裏面衝 你裏面衝我外面衝 首先你衝一下 你裏面 你裏面 有叫你們圍堵立法會 我幫你圍堵立法會 你在裏面點火 我外面先封 是啊 你先做吧 不要只是我圍 你裏面什麼都不做 只是舉牌 不要太激動 我不要激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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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到20000政改之後 他就不再相信中共了 任何公開的口頭承諾都不會相信 直到他們真的落實那個承諾為止 是 是 是 說完了嗎 說完了 我以為有些什麼 我就是覺得他 你剛剛從哪裡回來 其實他之前說的一堆廢話 最後一句 直至真正落實承諾為止 也就是說你對他仍然有期望 屌你老母 你也對 你也看得清楚 偷詞 不愧是民主黨追擊手 果然是本土派代表 不愧是本土派代表 不愧是本土派代表 深水清 對 你不說最後一句 我都可能會覺得你 你真的相信錯他 對他不會再有任何期望 我跟他抗爭到底 但是你一說最後一句 那就是還有計謊 又說對你老婆沒有再有任何期望 那就離婚了 還回家 但他對波仔很大 那就是對他還有期望 你還以為他會拿對波子夾你 胡志偉這些人 你立心說謊 對 你想騙我嗎 我們有發出這些本土派代表 這麼容易被你騙到 民主黨追擊手 到最後都是說選票 你以為真的跟你一起團結23條 驅選近了 下年又有立法會選舉 近了 大哥 真的快 其實有 是啊 很快 這麼快 煩會緊要 李永達呢 李永達有什麼 李永達接受眾新聞訪問的時候 眾新聞又壞 他只是用了其中一句來做這個slogan 吸引了我進去看 那天是蘋果的頭版 因為他出書 是的 他的回憶錄 真的厲害 以為是風雲人物 以為他死了 以為是司徒華 就是佔中九子案 將下個月9日宣判 佔中九子之一 為何無端端是佔中九子 那些佔中死事 他也是有份的 不是 佔中九子是被人告了九個 佔中十死事就是大妖 十死事 十死事就沒有了 什麼徐少驊那些 十死事經驗不存在 無端端 本來胡志偉也有份的 就是回去洗澡 然後回來 拉了 拉了 現在就被李永達帶出風情 被李永達帶出風情 懶手撿熱絕隊 還要不停地 懶手撿熱絕隊 就舉行報道的昨日 27日 有這個新書會 叫做判刑前的尋師發布會 哇 很矯情 民主派多人撐場 包括何俊仁 劉慧卿 胡志偉 屠近身 黃碧雲 善重佳 尹兆堅 林卓廷 李卓人 邵交遵 和屠君行 壞人屠君行 壞人屠君行 和王志民同一個等級 李永達說 2017年被預約拘捕的時候 已經產生了寫書的念頭 好了 麵林入獄不覺得自己偉大 他就說 連甲都沒有錯過 好像不像樣 民主是不會天下降下來的 即 我再說這句 他在書中後記提及 勞基已故民主派元老 賣港賊司徒華 他說過一句說話 嘩 他寫完這句嗎 不是不是 賣港賊我講的 賣港賊我講的 不會讓民主黨 敗在我們的手中 對的 真的不是放在李永達手中 放在胡志偉手中 李永達你什麼都沒有做過 其實真的不是關你的事 李永達 其實李永達這麼多年來 你都沒有什麼印象他做過 除了跟他老婆離婚之後 又符合一樣 之外 我沒有什麼 我記得李永達做過什麼 我記得他上一屆輸了 跟他老婆一起輸 跟他老婆一起輸 都共同進退 都恩愛 無反夫 但他未免看到自己這麼大 民主黨擺在自己身上 不關你的事 你為什麼擁盡身 先說他第一句 連監都沒有坐過 好像不像樣子 你說你像什麼樣子 你們兩個像什麼樣子 你兩個像什麼樣子 香港大部分人都不像樣子 香港大部分人都沒有坐過牢 碟繼歡的真好漢 所以 起碼像樣子 是不是真好漢就有待定奪 對 起碼像樣子 張子強的像樣子 難怪王浩銘這麼想坐牢 這樣才像樣子 還沒像樣子 現在他只是交罰款 人不像樣子 鬼不像鬼 王浩銘 只是負責交罰款 真的 陶君行啊 陶君行有沒有坐過牢 沒有 難怪這樣 王楊可以像樣子 像樣子 對 黃毓民都不像樣子 長毛也像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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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標準很容易設定 很容易設定 清晰 清晰 沒有中間位 不會有灰線 是吧 像樣子和不像樣子 不會有像不像 只有黃浩銘 難怪我剛剛看到葉寶林的照片 我真的覺得他漂亮了 像樣子 像樣子 是不是 有哪些真的漂亮了 郭兆傑 而敏華就漂亮了很多 還沒錯 還沒錯 何止平還有 像港男 我上次看到何止平就是新聞報道的外國很喜歡 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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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畫得多漂亮 像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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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錯過牢 都算是 他像樣子 但樣子也是自掌 我突然覺得像樣子 以前覺得不順眼 經過李永達這樣說 李永達這樣解釋 李永達加持 接著到這一句最好笑 不要讓民主黨敗在我們手中 其實這句話很容易理解 敗就敗了 不要放在我手中 哪有人敢說話 即是說 沒所謂 不要在我手上可以 不要關我的事 你們不聽不要緊 我在那一集 你們可以聽 還在那一集 都很賤 這些其實是極度自私的人 才會說這些話 即是壞就壞定 壞就壞定 壞就壞定 你不是壞我手都可以 壞還壞 你壞就不要賴我 那句是這個才是原因 不是 他壞 壞就壞定 但壞就不要賴我 記住這樣說 司徒話都不見得好 那倒是 不是 你氣氛不同 我相信當時司徒話 他臨死了 達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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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主黨敗為壞 不要輸 怪不得李永達那麼高興 司徒話當我和他是我們 原來他不是說你們 他說我們 原來我和司徒話是同歸的 同歸 那繼續下去 李永達的新書發佈會表示 2012年在立法會選舉落敗 2014年雨傘運動的時候 都沒有想過寫書 2017年 林鄭月娥選舉勝出後 第二天 她接到電話 彎仔警署打來 那就產生寫書的念頭 李永達說自己 不擅長打字 她是利用iPhone的語音功能 就是口述 為文字 其實我相信很多人都是這樣 是 你寫完稿子被人打 我打到電話裡 給人家修改 神經病 我想跟他說 以前的工作 當然很久以前 李永達如果坐巴士說 還沒坐過牢 還沒坐牢 還沒坐牢 旁邊的司律 什麼事 我就是有同樣的司律 我就是有同樣的司律的經驗 上一份工作 都是一個政府部門做 政府部門多什麼 多老司律 坐我旁邊的老司律 發現新大陸有一個電腦新功能 就是語音功能 他要寫書 他寫書 他因為發現新功能 很著弱 他為什麼要寫書 總之他真的要寫書 工作要寫書 工作要寫書 寫書 寫書 不知學術論文 他因為發現新大陸 打字又不聰明 有語音功能 寫書的人打字不聰明 李永達 沒錯 正正李永達 神經病 李永達工作不是寫書 但你剛才說的老司律 李永達要寫書 他是議員 現在不是議員 以前不做議員就不會 所以他選不到 他選了還是做議員的時候 我還在用筆 自從開始不用筆 桌面沒有筆之後 我就寫不到 所以他這樣用語音 我這些聯想 當時的情況 都幾脆致 是很煩焦的 你只是打字聲 你不會影響到我的 因為辦公室有打字聲 很正常 但當辦公室裏面 突然間每個人 全天都在 你當他是自然自主 今天我吃了午餐 咖喱牛腩飯 豆豪 很好吃 句號 全天就是這樣 我坐在旁邊 我沒有人說要救他 我作為年輕人 他是老司律 他有命令我工作 你不能罵他 你不能罵他 我唯有慢慢忍受 你罵他 我正在工作 我正在工作 民主黨 你見到胡志偉 大哥你可不可以靜點 我趕電話 我正在工作 你不叫我正在工作 你不叫我正在工作 不是啊大哥 我在接受訪問 你不就走遠一點 我正在工作 這裡的辦公室 坐牢呢 你坐牢真的不像樣 另外他在罪言也提到 這個厲害 我喜歡辯論 甚至是激變 難怪被黃毓民罵成這樣 我相信在尊重事實之下 不同論述及分析是可以為民主運動 帶來更多的選擇 希望這本書 能為未來的民主運動激起 是屍屍連蟻 你的抱褲也很小 屍屍連蟻 但問題 你現在是連蟻 我懷疑 屍屍 屍屍 屍屍的連蟻 這本書是否真的沒有用 你起碼都 喂 喂 你起碼都 喂 喂 你有沒有屍屍連蟻 不是 不是每個人都是黃毓民 這樣 因為我覺得他第一點是很奇怪的 我喜歡辯論甚至是激變 當然了 我也明白的 我很喜歡 推回龍門鎮 不是 我很喜歡打籃球 但我從來都射不入 我一生真的非常喜歡 OK的 我踢球但不聰明 B你很熱愛足球 很熱愛足球 不過我很差 我熱愛足球 甚至是激烈的比賽 但是差 所以他就說 所以他就說 我喜歡辯論 甚至是激變 但也不證明你是 聰明 辯論 和激變 不是口洩辯輯 因為其實在他來說 激變的目的 其實是為了什麼 因為他相信在尊重事實之下 其實只要尊重事實 基本上大家說什麼都可以 這些都不算是什麼辯論 不同論述及分析是可以為民主運動 帶來更多的什麼 選擇 我覺得很有趣 其實就是 我很喜歡辯論 那你有沒有嘗試過辯論 我們通常就是用不同的論述和分析 去給大家更多選擇 我覺得很有趣 他相信在尊重事實之下 事實通常都是一個 如果大家尊重事實的時候 那就不需要辯論了 不是的 尊重事實之後 他們可以有不同的論述 梁振是一個賤人 他可以在很多方面 不同範疇的一個賤人 你可以有很多不同的論述 去論述他 但是你要知道 我明白的 你明白 你喜歡在這些位置和別人辯論 但是他又要承認 他這些辯論到最後 是為民主運動 帶來更多的選擇 即是你又可以選擇 五個超級功能組別 為民主帶來質變 兩變 又兩變而質變 又或者你又可以 又可以沿用以前的功能組別 看你選擇 就是這樣 很厲害 即是這些 真是詩詩戀儀 都沒有 其實這些 不如看這一句 不是的 這裡才是認真 談及雨傘運動 李永達志 我作為組織者 組織者 能夠在香港這歷史時刻 不是的 他是雨傘運動的組織者 即是他搞的 能夠在香港這歷史時刻 成為其中一員 我感到無上光榮且無悔 他很秉承著司徒華的特質 沒錯 有麥克風就大了 沒錯 我寫出來就當是 有麥克風就覺得自己大了 其實這句話是胡志偉寫的 誰知道胡志偉回去洗澡 就少了他一個 真是不值 我真的替阿偉仔不值 真是不值 真是不值 胡志偉來可能拉多一個 佔中十字 佔中十字 不是的 胡志偉來或者拉不到李永達 遮住他 遮住他 他太矮 誒 學生走開 未夠清的 不要留在這裏 走走走走 笑民主黨人真是最愛心 因為你是會看得出 什麼人就是你打從心底覺得他是垃圾 其實他親口告訴你 我現在有多垃圾 他現在出本書告訴你 你經常說我垃圾 豈有此理 我就出本書給你聽 我就真的是垃圾 因為他已經說到明 出了書 其實雨傘運動是成功的 嘩 很正面 你可以說我偏頗 我覺得你言下之意 雨傘運動是一件成功的事 你才榮幸身處其中 對 若果是失敗的話 你不會這樣說 對了 梁天琦會不會說 年初一的魚蛋革命 他是身處其中 也無上光榮 我現在被人抓了 我真的覺得很威風 神經病 五分采 《光榮且無悔》 其實我有時就覺得 你老屁股 幾二十歲人 不是 你經常說這些 感到無上光榮 你覺得威風嗎 你這樣覺得自己威風嗎 其實 意思就是這樣 我覺得威風 他好像說到他剛剛作為一個表演者出席了一個很盛大的音樂節感到無上光榮 我覺得是出去玩的 鄭凌峰做過什麼演唱會嘉賓 那時候他說千多人的演唱會我不能幸祖 我做過四萬人的 那個演唱會我記得是日本的一個露天的一個 他唱其中一部分而已 隨便吧 繼續吧 判刑在職李永特受司徒華影響 司徒華坐過牢嗎 有敢入獄只是濕濕水 他不是以前坐過的嗎 司徒華說濕水不代表他一定要坐過 你也對 我也覺得兩天他坐六年很濕碎 你也對 不過是民主黨主席 本都派代言人 平時不懂懂懂懂的 一講到司徒華 精神浅 一講到司徒華就不是這樣說 連監獄都沒有坐過 好像不像樣搞民主運動二三十年 尤其是搞佔領運動 又說 我知道可能有機會被拘捕坐牢 但我從來不會說什麼偉大犧牲 坦白說就是 如果我們相信民主不會天跌下來 即是共產黨不會直接給民主 你唯一方法就是爭取抗爭回來 不是談判嗎 不是密室談判嗎 密室也後話了 起碼要談判 不是要溝通嗎 對 溝通 我們繼續說下去 還有一些很精彩的 你這樣說 多名民主派人士之前李永達申訴 李永達形容他們出席都是真誠的朋友 我最喜歡這個 同時民主黨的王碧雲少賢 從電視得知李永達被拘捕時很開心 他從電視才得知 後來你見到李永達更想擁抱並說 幸好又告你 然後你先看看他說什麼 好笑很多 好笑很多 黃碧雲解釋 其實民主黨真的有參與佔中的 我們那時候真的很認真 學習如何非暴力抗爭 又上課 就算到佔中 後來變成雨傘運動 我們都很多人在場 有些人做斗策 有人搞論壇 前線後門都有 沒有理由不告民主黨 黃碧雲又說 好感激李永達代表我們民主黨 代表我們所有不用坐牢的人 大家都應該怎樣 為什麽他不是我 好感激 尤其是這九個人是幫我們頂了一刀的 黃碧雲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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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個字都恨槍有力 恨槍有力 每一個字都笑你幾萬 為什麽你不自首 黃碧雲解釋 為什麽黃碧雲不自首 這個人很幽默 幫我們這些沒有坐牢的人 多頂一刀 為什麽不坐牢 幸好又告李永達 這個人很幽默 超幽默 我喜歡了他們 但是 因為我不知道 我感受不到那件事 是怎樣為之 幫我們頂了一刀 因為我猜猜 猜猜去言下之意 其實 他們這方面人一坐 行了 一般參與的市民的話 你們不用坐 我們幫你頂 即是如果不拘捕李永達 拘捕他 就拘捕我們了 不是的 不拘捕永達 是他幫你頂一刀 即是我們要多謝阿達仔 另外一個 邵嬌俊 就是不愧左膠 李永達是他的好朋友 他父親過世 即是邵嬌俊自己父親過世的時候 李永達到喪禮陪伴他和少母一整晚 有情有義 有情有義 其實跟他本書有什麼事 不是 要講到有義氣 最主要就是 加分 邵嬌俊也說 在2016年掙扎是否參加立法會 其實我重新聽到這些時間的形容 我覺得很奇怪 你說的一正晚是六至十二還是六至第二招六 都已經很有心了 通常不會到六至十二 你八點到十點 他趕你離開 要不然你跟趙嬌俊回家 這樣就變成未亡人了 未亡人 你身為一個基督徒 你怕不怕落地獄 那是這樣的 你自己說出來 你自己說出來沒有人叫你說這些 我怕你落地獄 你繼續說 不要緊 落地獄有林鄭陪 何君耀有陪 何君耀比我低 他在下面等你 放心 Billy跌下來 我接著你 不是也好 你等我下來打吧 你一身 我宣告你 但他告我 你還怕嗎 你繼續說吧 邵家中說什麼 邵家中在2016年掙扎是否參加立法會的時候 掙扎 掙扎 對 你經常幫人陪人參選 自己掙扎 我問阿達 做了政治之後會不會做不到自己 他就說看自己的條路怎麼走 他很搞笑 你會不會翌朝睡醒之後做不到自己 都是看你的條路怎麼走 我覺得他跟阿達仔 即是郊俊和阿達仔 這番對話可能是BL 抱著來說 阿達我做了政治之後 會不會做不到自己 不知道 不知道是否一整晚 我未亡人來是邵家中 不得李永利和他老婆離婚 4月9日 專門邵家中 坦然你希望可以和李永達一同在監獄裡服刑 雖然不同創 不知道會不會不同創 但可能你在不同時間放風 看到他走過來 或者蹲在那裡打籃球 蹲在那裡打籃球 我以為我說錯 這樣就已經在韓風裡有杯茶喝了 他應該欠個標點符號 或者蹲在那裡 看到他走過蹲在那裡或者打籃球 可能他習慣蹲在那裡打籃球 你又怎知道民主黨 他很喜歡辯論 我就是要和大家討論一下 我可以在那裡打不打籃球 在韓風裡有杯茶喝也不錯 他覺得坐牢可以在韓風之下喝杯茶 你現在坐牢可以坐牢 你現在坐牢可以坐牢可以坐牢 坐牢可以坐牢可以坐牢 這是什麼 Walking holiday 你在想什麼 李卓人已經出席了 李永達就笑言 李卓人在去年九龍西補選敗選的時候 曾經為李卓人而哭 李卓人就說了 4月9日當日 即是判刑那天 逆會 逆會落淚 即是預告還是 我會哭的 有預告拘捕 有預約拘捕 有預約哭 預約落淚 對呀 都還沒到4月9日 還沒到 還沒到 他說還哭 我現在告訴你 我李卓人說的 我告訴你 李卓人 4月9日我看不到一封信你哭 你就吭家產 如果那天當地釋放呢 你也要哭 開心到哭 神經病 一定是判刑 還是 這樣就不知道 好有趣 清啊 李永達是有情有義的 經濟大遊派 可以交心 又指有事不明白 為什麼選他們九個 不是吧 這樣你也不明白 選你好不好 沒有 神經病 我覺得很搞笑 你怎樣形容一個好朋友 經濟大遊派 我覺得很搞笑 Sama就是一個本土的 怎樣 本土極佑 你和Sama Sama死了 可能我們上台說 Sama這份人真的很好 有情有義 本土的大左派 那我作為一個極有好的法西斯來說 都不明白為什麼可以跟他做到朋友 這樣 這樣可以形容一個好朋友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我覺得很有趣 有未必是死的 或者結婚 或者結婚 有時不明白為什麼他選他 李永達表示 還有很多料可爆 嘩 會考慮為回憶錄出下集 但有寫內容證據不夠 在獄中亦不能用iPhone打字 會先在獄中寫大綱 唉很好笑 他是司徒華的學生 然後下面就是講司徒華 說了很多 唉收起來了 唉 好好笑 我想賣這本書 這本書我也想賣 應該挺好笑的 是啊 應該挺好笑的 我想應該如果 用喜劇的層面來說 他一定比李力哲的真係笑話出色很多 本身就真係笑話 真係笑話 你弄到李永達的樣子就想笑 糟了我們講他們講了很多時間 是啊 那我們也要抓尤其是李永達 抓他似無似樣 抓你越來越似樣 抓你似無似樣 坐多兩次吧 習慣的了 好 那我們說一些更加重要的事 李永達也很重要 更加重要的事 就是這個逃犯條例 有這個修訂 政府終於向商界跪低了 剔除了差不多 九個 九個界別的罪行 就不會 就不納入這個引渡條例裡面 有誰呢 破產 公司法律罪行 期貨證券 知識產權 知識產權 真是最重要的 否則也不知道怎麼判 環境污染 誰能殺 資金轉移 貨物進出口 非法使用電腦 財政相關貨稅 關稅 虛假商品說明 是 基本上 簡單來說 你除了殺人放火之外 所有作奸犯科的事情 都不會引導你 我曾經出現一個反轉的觀念 因為其實很多時候 一些涉及到商業的罪行 因為我記得當日 不知道哪一條狗官是這麼說的 我們不是說 只是為了商家考慮 我們也是為大家的 大家都會有機會犯到這些罪行 我知道誰 田北俊 田北俊說的嗎 是田北俊說的 不是的 不知道是李家超還是誰說的 田北俊是責那個訪問 他也有這麼說 問題是我覺得是這樣 因為你有時會想想想 走私留稅的事情 當然有 我記得我們曾經引證過一件事 當初做實事的民主黨 他曾經要求 就是要求這件事 大概要求 要求豁免這些罪行 因為我看回這些 你所謂的 你希望豁免這些罪行 的內容的時候 你倒過來看一看 你在大陸做生意 基本上只有四個字 無法無天 這個何柱國也是這麼說的 對 回到來就很輕鬆 回到來 因為他們在上面 都會作奸犯科 這樣 真是神經病 現在你豁免了這幾件事的時候 你某程度 我就會覺得 你在上面犯了什麼 因為其實 你不會是你一個人的事 你一定會涉及到一些 中國其他公司 你不會一個 我單人匹馬上去犯法 我單人匹馬上去犯了一些商業罪行 然後你有事就抓我一個 就好像李永達這樣 我也是頂九刀 對 我也是頂九刀 我不是很像樣子 這樣 不會的 對不對 其實你講到尾 始終你會牽一髮動全身 就好像剛剛劉聯雄 你記得 說一下劉聯雄之前 我們說一下昨天的 這個逃犯條例大遊行 你給我引用那個 好吧 因為 大家手上都沒有資料 劉聯雄那裡 有 他只是提出司法覆核 不是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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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說 向高等法院提出司法覆核 直指修訂違反基本法和人權法 並賦予特首過大的權力 要求法庭聲明草案不具追溯效果 亦不能引導立例前犯法及被知犯法的人 根據司法機構顯示 法庭將於17日開庭聆訊 我覺得這個也算狠毒 對 他只是說你罵法不要緊 你沒有追溯力就行 對 但不是 對 基本法不流行這尾 對 基本法流行追溯的 追溯的 對 人大都會追溯的 對 想過了海神仙 對 我亦都這樣說 如果真的有追溯力 你們都很投行 是人人都很投行 人人都很投行 對 這樣 因為 我覺得你劉鑾雄這一件事 你倒轉這樣想也可以 就是他這次提出司法覆核 如果他失敗了 其實 在他來說可能沒什麼 我就去美國 去美國 吹林將 你一樣耐我不好 但是 最大的影響就是 再當之後 有什麼人要再提司法覆核的時候 你就難搞 沒有了 有先例 有案例 不要緊 黃絲覺得 大樓現在是黃絲了 黃絲新力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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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黃慧基一樣 唉 為何他不去遊行 他沒有 劉鑾雄應該去遊行 帶來劉明偉 昨天那個遊行 大會就說有12000人 這個警方就說 最高峰期有5000多人 Billy 人數不重要 不是很重要嗎 不重要 李永大王說得很重要 很重要 反正只有這麼少 人數是不重要的 萬多人 昨天民陣發言人都說 人數不是最重要 我們最關心的始終就是 我們 我從來不認為 我們要有多少個人 我們唯一的要求就是 政府撤回這個惡法 你不要說03年 不停說03年 毛孟靜說 我們要有03年的力度 去反逃犯條例 當胡志偉就說 要連結本土派 反抗23條的時候 毛孟靜就在 之前的記者會 就是這個反逃犯條例的 記者會就說 這個逃犯條例比23條更加厲害 所以我們就應該要有03年的力度 我不知道什麼叫03年的力度 03年的力度去反逃犯條例 本土派 亦都呼籲各參加者圍堵這個立法會 是 好啊 聽到先 那他有一萬人有沒有圍堵 蛤 你有沒有看到新聞 都有一萬人 不夠圍堵 很厲害 這個時刻 現在也是 一萬人 你想怎樣 整萬人就是整萬人 整萬人 夠啊 夠啊 很大 神經病 整萬人革命都搞到 這也是真的 我不是要你圍 我只是圍 純粹圍的人 他一時三刻都找不到 成萬個警察 是啊 你整萬個圍爐 那個爐都很大 我背心每個星期六日 都是幾千人 會現象氣 要出軍隊 要搞到職軍隊 圍堵立法會 好啊 不過我不去 我也不去 我贊成 你要上班 我幫你打氣 上班 那你去嗎 打氣 打氣 那你去嗎 我打氣 加油啊 加油 毛孟靜 用03年的力度 圍他好不好 好嗎 那03年的力度 你也要來才行 加油啊 算了 你黃絲這麼多人 你不是想要我們幫忙嗎 有時候的事情 就和政府一樣 我覺得 需要你的時候 應該是說 政府也是這樣的 你整個鐵路 港鐵公司 炒完一鑊又一鑊 忘了講 港鐵價格 3.3% 是啊 所以 撞到兩架也不怕你 是啊 反正有你們埋單 其實就是這樣 他們也是這樣想的 你不怕 反正有他們捐錢 哈哈哈哈 是啊 我覺得一樣 雖然一鑊又一鑊 一鑊又一鑊 然後我高頭看一看 馬士亨啊 林鄭月娥這些 咦 原來沒事啊 原來 你又看回這班泛民主派 是吧 我看著你們 雖然 很幸運 我們以前都叫做熱狗 嗯 一個不去我們以前 昂糕一些 做了黃絲就大混亂 是的 永不翻身 真的 可能坐牢那個不是葉寶林 是我啊 你明白嗎 哈哈 哈哈哈哈 是吧 待會到時陳敬輝說 看上去說我英俊了 我會打冷陣 哈哈 像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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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永達之前 在這個判刑之前 跟這個劉慧卿啊 善仲佳啊 他們在那裡打麻將 劉慧卿在Facebook post了一場 他就說這個 這個叫做 入獄前啊 最後 不知最後的 不知最後的什麼 我都忘記了 隨便吧 那他應該是判死刑啊 是這個 世紀之戰啊 李永達入刷前 與民主黨黨佑 著罪啊 他要是日中生監 要是死刑啊 那麼新來死別 是啊 就是如果 看來是重籌啊 就是 因為我明明看到你們 口中說的那些 要坐牢那些濕濕碎而已 可能對他們眼中 在他們眼中 終身監禁都是濕濕碎的 濕濕碎 為了民主的奮鬥 濕濕碎 黃碧雲 然後跟他們說 好彩抓了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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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終身監禁 而是 我看回你們的民主派 其實一樣 我對你們 一點點的信心都沒有 第一 你們不夠票 嗯 是啊 那好了 還要是現在你擺明 就是你們不夠票 如果我們真的要抗爭到那樣 我覺得 要不就是這樣 你們裡面 立法會 你們這些立法會議員 隨便找一個 自焚也好 殺人放火 什麼都好 你裡面去做一些 殺麻襯 其實我都不用要你這麼暴力 你們最不喜歡暴力的 自殺 何君堯就說 你不要亂自殺 大哥 不要理他 大哥 這樣 何君堯該殺的 殺了何君堯才自殺 你起碼給我們群眾看到 許志豐 你有一個抗爭意志 是啊 是啊 我顧問你裡面做什麼都可以 什麼都可以 真的 你試試在立法會上 抗爭一陣 不是進廁所 在那個位置 在那個位置 扔屎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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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找不到你做的 你們有創意的 我們找不到你做的 或者好像不猛達那樣 一邊看著梁君堯在台上 拿著手榴彈 然後何君堯就說 主席主席主席 喂 他矮在那裡扔掉 那裡扔掉 那怎麼辦 到時自然有法律仔在去 你發言 你發言 你回到位子 然後 許志豐在那裡扔屎猛 不要這樣扔 我可以用 我可以用 你拿一箱榴彈進去 你不用扔別人 你到處扔到 對 不用一定扔到別人 不用 你拿榴彈進去 你還要 絕對 你拿榴彈肉在那裡 搓地毯 你那個房間不用用 不是 可能何君堯喜歡吃個榴彈 可能是何君堯一個喜歡吃 那就扔掉他 很臭的 扔掉他 你多擺兩天發毛 吃光了 我可以說 扔你不扔乾淨 地毯 對 我也是這樣 如果在這樣的情況下 你明知道自己在不夠票的情況下 單方面叫我們出來圍堵立法會 原來實在太不負責任了 是啊 那你們可以做什麼 你只叫我們出來 我唯有什麼所謂 我出來站著 最慘的是我們出來 只可以站著 只可以叫口號 又不可以做一些 你們想我們做的意外的事情 保安又不可以罵 如果做多了 你又要屌賊我 那就是不扔出很扔過 如果大樓馬上有人吹奏 葉一枝的吹奏 香港流亡商人大樓 和達賴喇嘛同父同居 不要說達賴是黃丹的 至於你說逃犯條例 恐怖嗎 恐怖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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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我唯一 我也不敢說 好像我們 我先 我這麼多年來 我上次去中國都經驗 五六年前起碼 我也這麼多 我三四年 我沒理會這麼久 老實說也涉及一些商業行為 嘩 我很累啊 你穩陣了 我穩陣了 你不是商業行為 拜山算不算 不算 但他是宗教 你更糟糕 他也可以誣你車死人 我也沒有開車 沒有車牌 對不起 告他偷車 不是啊 他上來拜山的 非法制製 非法制製 火燒山 鼓吹宗教活動 鼓吹邪教 宗教活動 嘩 其實沒有人穩陣 昨天支持就可以了 不用說那麼多話 這樣 但是有沒有符 沒有 沒有符 林榮基你幸運 你還可以走 是啊 我也想走 我不知道去哪裡 我也想走 走到黃國嗎 走到深水堡 深水堡 開槍打你 你們這些民主派的議員 做不到任何事情 也不要希望市民可以做到什麼 是啊 大家都是差不多 你們辜負了我們 神經病 我有那麼多資金 我和他想差不多 我鬥你十幾萬一個月 大哥 那一堆建制派 我不打兩個重傷的話 我自覺都對不起大家 到時候 打死兩件建制派 何君堯也好 容可欣也好 到時候 判終身監禁 又可以讓李永達賺一賺 賺一賺 恥無恥 我就是語有名言 在那時候 我就是光宗耀組 可惜我們不是立法會議員 沒錯 我們又不可以收錢打七人 對嗎 我相信就算過了兩年選舉 我說出來參選 你們都會說一票不投切線佬 對 一票不投 我們這些人都是被你們吵架我們戒票的 嗯 那我就沒辦法了 一票不投燈膽佬 對 一票不投電燈膽 慢慢做吧你們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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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條例通過了再通知我 嗯 好了 條例通過了就是民主主席黑暗一日 幫你說定 但是其實很小事而已 相比起這些 不是 太事啊這些 這些疫苗 話說最近我都留意到坊間有一個 三點半 有一個 都要說 那其實呢 那就怎麼辦 這個 這個 反疫苗 其實我們說的反疫苗 其實就源自於 剛剛最近 香港爆發了麻疹疫症 是 截至今天就已經有三十六宗的麻疹個案 是 那我就留意到坊間 其實也很久了 對 有一些人 有一些父母 就很推崇一件事 就是不打針 有病 不吃藥 不看醫生 不看醫生 遠離所有有害的化學物質 這樣 我覺得 那些何來 不是 我認識到一個人 他真的要遠離所有化學物質 那個就叫做盧冠廷 他有一個不知名 也沒有任何科學能夠解決到的 一些叫做化學的敏感 其實有些都是 你看看蟬斗症那些 那你就不可以靠臭丸 那些 就是這樣解決 你那些也叫做有一個原因 可以說得出 但是 我以我所知 盧冠廷那一隻 他找不到原因 他找不到一個源頭 究竟是 算不算怪病 是啊 因為有些人 我知道有些人 可能他小時候 好像我女兒 如果穿尼龍 會生顆顆 有些人不可以碰到一些 現在大過了就好一點 抵抗力強一點就好一點 但是 以前小時候碰到尼龍 因為 你見到很少寶寶仔衣服 有尼龍 因為很多寶寶仔 碰到尼龍都會 氣粒粒的 會有敏感 會有敏感 好像這些 盧冠廷那些 例如他穿衣服 他不可以穿 有染色的衣服 對 他一定要很 素色 素色 對 要素色 那些衣服 最近 開始就越來越多討論 因為 這個是其中一個 這個就是其中一個 這個刻意不到 這個騙人 這個騙人 不如說這個 就是AQ Bio Technology Group 他就說 今天麻疹 就打麻疹針 明天 細菌變種 又要打其他針 難道每次有細菌 我們每個都去排隊打針 其實一切都源自於菌 我們不需要再頭痛以頭腳痛以跌 由今天起 AQ幫你由源頭解決細菌 厲害 我覺得這個真的是 科技能夠一天千里到這個地步 簡直是 華為算得來什麼 華為又輻射又等 華為又輻射又等 這個應該是噴噴噴的 殺菌 噴噴噴噴的 其實我看回他以前的帖 他一直都是在銷售這件事 他聲稱 其實他在賣那支水 那支水有消毒的效果 就是說 譬如你當放濕機這樣用 這樣噴也可以 或者你用來噴臉 他就說 可以防止細菌 讓你沒那麼容易病 因為病 譬如你傷風感冒 都是因為外來的細菌 進入了你的身體 那你就噴一下這些東西 他說還可以用來喝 這次那些小孩 現在帶著那個 EA Mask 噢噢 那些負尼紙 那些 我也有買過 給那個女兒 其實 這個概念 跟白花油一樣 是啊 其實不止黏 那些什麼油 什麼油 雙非人藥水 布森安油 雙非人藥水也可以喝 布森安油也可以喝 這樣 那些知如此類 但是你會看到 他已經告訴你 這是他的專頁的一個留言 他就這樣說 他用了這個產品十年了 這十年來 我們全家看醫生是零 我們家任何有不舒服時 會馬上睡覺及噴很多水 就於要用的日用品 又用來浪口 渴幾口 以及空氣製造無菌空間 多厲害 哇 那真的不用什麼 以我所知 香港的無菌空間就只有兩個地方 手術室 手術室 以及實驗室 其餘那些 誰救了自己的無菌 要神經病的 那 然後就馬上休息充電 每次萬事萬靈 不弱而雨 你又說你沒有病過 嗯 十年而已 十年而已 然後就說 你一不舒服 就要馬上休息 如果真的這樣 那麼堅強 你就不會不舒服了 就是這樣說的 就是這樣說的 我明白的 有時候逐親咳嗽兩下都會的 我相信 就是你有這些留言 就是嚴重涉及誤導 另外我最想說的就是那些家長 他們依然 因為是有一些群組 幾千人 那些群組 幾萬人 數人父母 我也進去了 我都進去了 有沒有了爆 有沒有了爆 都是那些 一開始其實是可以的 一開始通常都是一些比較 用一些自然的方法 是 就是可能你咳嗽或者是發燒 可能叫你煮粥 就是給你一些粥 或者給你怎樣補充水分 但是慢慢你會覺得很奇怪 就是有人說 不知道怎樣用精油可以 就是那些 推拿的精油 不知道一生病 你可以用精油推 然後又會退燒 其實是的 我知道 其實我知道是有一個 有一個 有一個 不是派避 就是有一個 醫療方法是用這個 退燒 是用這個精油 可以 可以舒緩 但是就不是因為 那個精油可以退燒 只不過是 舒緩那個不適 就是那個 發燒那個不舒服 那 你慢慢會看到 不知道又要喝 不知道有些 古靈精怪的 不知道什麼 然後我在看 如果你要喝 古靈精怪的 不知道什麼 那我不如打疫苗 是的 我知道是什麼 那支針 在醫生上 你教我 不知道要喝 那些古靈精怪的東西 因為我看到有一個 專頁 就是踢爆他們 很多這些 就是他們的藝科學 甚至乎他們的數據 都不知道從哪裡來 都沒有醫學根據 有些是 不過 你說我又不是反疫苗 但是我盡量針 不打就最好不打 我女兒是打完所有麻疹 一歲 或者之後那些 或者德國麻疹 都會打的 是 因為這個 其實 問題也是最嚴重的 就是這個 這個 但流感針 我是沒有打的 是 因為流感針 我也是主張 有個小孩 有自己的抵抗力 會好過 打很多針 吃很多藥 我也是主張 因為我就是明白了這件事情 譬如你 傷風感冒 你說打針去預防 你問我 某程度上 如果不打也 如果不打也OK 那你就要小心身體 事實上 真的很容易感冒 是嗎 是嗎 很容易 早前我也是 打兩個黑痴 快到了 然後怎樣 隨便 你拍一顆 暗屋雙風掃 立刻睡覺 睡幾個小時起床 沒事了 其實可以有這些方法 可以這樣 我們一直以來 之前去討論的 都是涉及這個程度的問題 傷風感冒 是 是會死人 但是 但是不會很厲害 是 尤其是 是的 還算是可以討論 但是 到了現在 麻疹 香港 曾經是成為 已經剔除了 這個 美國也是 是的 已經剔除了麻疹的 傳染的地方 在於國際眼中 香港是沒有麻疹的 美國也是 其實可以這樣說 可以說沒有麻疹 為什麼 每個人都打了針 患了的 都醫治好了 總之你在香港出生的 年輕人 我忘記說 196 六幾年之後出生的 六七年 六七年到七七年 就打一次 七八年之後 那些就打兩次 是的 等於全部都打了 基本上 你們都已經有抗體 保護率達到九成七 兩劑 一劑就九成三 是的 這樣 問題就是 現在 告訴你 不是 因為在這個地球上面 還有其他的地方 都會有麻疹的 嗯 那你就知道 香港的中門通常都會大開的 嗯 尤其是 沒有關過 沒有門 尤其是 羅湖那個門 嗯 基本上沒有關過 24小時的 是的 24小時的 那麼 上面 北京 有沒有人打針 其實還有 習近平 只有一個 還有他的女兒 還有他的女兒 他的女兒可能是美國打的 是的 還有 還有 菲律賓那些 還有他弟弟 還有他弟弟 菲律賓那些 是啊 是啊 我們很多 家傭 如果工人來 他應該都有打的 我記得 他有證明他有打的 證明他有打的 那些證明是打的 我看這個 這個就不是這裡的土律辦 土律辦 正路是要有 正路是要有 因為香港就是 已經做到那個地步了 嗯 那好吧 你問我 就正如剛才我這樣說 你威極都是九成七 即是一百個人裡面 其實是會有三個人有機會 是的 我理解的數字是這樣的 未必是這樣 那 而現在出現了 你還跟我爭什麼 歷史告訴我們 曾幾何時 就是人人都打 就沒事了 那這個病真的有 是的 但是現在就 現在就 為什麼沒有聲音呢 是啊 為什麼突然沒有聲音 Hello 是不是掉了 不是啊 咦 為什麼突然沒有聲音呢 你拔掉它 不是不是 按這個 你要試試拔掉再插 咦 有嗎 好奇怪 突然之間摸了聲 你的麥克風沒有了 有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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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出現了傳言病 你還跟我爭什麼 故意吃我米 哈哈哈哈 被他發現了 哈哈哈哈 被他發現了 死我 我就要殺他 就是這樣 你怎樣 因為 你之前那些流感 真的 我想想想想 我都覺得是 你不打 其實你為小朋友著想 我都覺得無謂爭 你打了就好 大家又舒服些 但是你堅持你不打 你就不要讓我知道 你的女兒病了 其實就是這樣 如果你的女兒真的病了 就麻煩她不要外出 就是這樣 這個很基本 就是病 因為我之前 我的女兒 不是流感 可能有幾聲咳 她又沒有打流感針 也有發燒 因為其實 我的看法很簡單 發燒 我們通常在家裡 就不會馬上吃退燒藥 除非燒得很高 30度40度 當然要做一些緊急退燒的動作 可能吃退燒藥 可能你37度 多一些38度 我通常都只是給他散熱 因為有很多人誤會了發燒是一個病 其實發燒是一個症狀 不是一個病 因為如果你太早禁止發燒 其實就算你去看醫生 醫生也不知道你究竟發生什麼事 所以你應該觀察他 究竟他會不會持續高燒 如果你可能一天半天沒有事 即是自己退燒 可能他只是自己身體抵抗力 已經抵抗了 你就不用去看醫生了 那個情況 我的女兒 因為你發燒其實有點害怕 你可以到38度多 我給他吃退燒藥 我老婆就說不要 不要給他吃 你再看清楚一點 如果再燒你就去看醫生 有時候你害怕 然後你就說沒事了 但是沒事了 退燒就沒事了 但翌日起床 又流鼻水又咳 但又沒有退燒 然後到晚上又燒回了 這次就說不要再給他了 現在他的身體 即是他自己的抵抗力在調節 所以才發燒 其實你看看醫藥報告也是這樣說的 我就觀察他 讓他散熱 讓他多喝點水 立刻讓他睡覺 第二天就退燒 沒有燒 我沒有讓他上學 我繼續讓他在家裡休息 之後可能去到I-mind的時候 避水咳嗽都沒有了 其實有時候我們就太緊張 一些可能是發燒咳嗽 立刻讓他吃藥 其實就令到他自己本身的抵抗力 可以抵抗到 或者有時候你不是雙風感冒那麼簡單 因為你發燒很多東西 尿道鹽都會發燒 所以你就會延誤了治療的時間 所以我覺得如果你發燒 如果你不放心 立刻帶他去看醫生 好過你立刻吃退燒 我覺得就是這樣 如果你看到他有退燒的跡象 或者有好轉的跡象 你不妨可以讓他自己試試看 看看能不能自己的抵抗力 可以抵抗得到 當然你平時的生活習慣都要良好 但剛剛Billy說的就是 簡單的感冒發燒 其實有時候我會看到一些素人父母 燒到40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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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是吃退燒藥 你去看醫生 那真的會燒傻的 40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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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不是普普通通的 雙風感冒那麼簡單 不會燒傻的 燒只不過會 你傻是老莫嚴 是老莫嚴才會壞路 不會燒到傻的 但我也很害怕 我一發燒我就很害怕 我的小孩發燒 因為我真的覺得 我真的怕他會燒傻 所以我每次都很緊張 那為什麼你會覺得 發燒不會燒傻呢 因為 你看衛生署 衛生署也是這樣說的 衛生署那個說法燒呢 衛生署你也相信 衛生署不相信是誰 當你不見人包的時候 你不報警幹什麼 警察你也相信 就是他拿你的 那你不報警 那你有什麼做 我也相信這些事情 他就說 發燒是不會燒壞路的 燒壞路那些變傻 那些其實是病發症來的 是發燒引發病發症 不是發燒引發病發症 是因為如果腦膜炎 所有的事情 其實都會發燒的 所以發燒 你如果馬上去吃退燒藥 其實有可能 你是不知道他究竟 真真正正發生什麼事 你可能燒完禁止兩天 他又再燒回 還要燒得更厲害 因為你強行壓低了他 所以其實如果真的燒得更厲害 你除了一些很緊急的退燒 即是你可能馬上吃退燒藥 你就馬上要帶去看醫生 你不是吃完退燒藥 你不是吃完退燒藥 沒有燒的搞定 不是這樣解 不是這樣解 所以 有些事情 我覺得尤其是疫苗或者病 這些事情 如果做父母 其實真的要去理解清楚 究竟發生什麼事 不要人云亦云 不要不求甚解 不要說 每個人都說不吃藥 可以的 即是你幸好現在 我覺得還可以用幸運的言論 現在爆發的是麻疹 如果是霍亂 我也不知道怎麼搞 肚窩 肚窩 鼠疫 鼠疫 黑死病 鼠疫真的嚴重 那時候真的死得多 但這班人堅持 我是不打 不打 不打 我覺得不打是可以的 因為你要明白 你始終這個社會存在著這些人 這個社會裡面 都好像存在著我們這些人 異類 問題是 如果這個社會存在著 堅持我不打針的人 其實真的不要緊 你不要出門就行了 有病就不要出門了 是呀 有病就不要出門了 什麼事都不要出門了 免得你驗病之後來賴我 不會的 他們驗病之後 他們不會驗病的 不是呀 你真的驗死了一個 他就是跑去賴 我沒有問題的 我們這家人 你看看我們全屋 那些防護措施做得多好 他們說我就是跟你出門 肯定就是 被你那些 骯髒骯髒的人惹到我 化學人 他家是無菌空間 對呀 我家是無菌的 神經病 那你就回家吧 無菌無菌空間一出門 一見到細菌就死了 也是的 太乾淨也不好 不要緊的 你堅持不打針也不要緊 但你就不要出門了 你就不要接觸這個社會 如果不是 你有事情上來 我不知道怎樣幫你 因為我沒有辦法不幫你 我一定要幫你 因為你會惹到其他人 就是這個意思 是呀 如果你的女兒真的驗麻疹 你從後都不打針 你驗麻疹 然後去醫院的污市走過來 我幫你打抗失素 不打 那怎麼辦 他死了 他不會看醫生 我告訴你 他不可以不看了 不會 這樣就混在家裡 有他 誘死了 麻疹 要不你就想好方法 有沒有哪支精油可以治療麻疹 有 他們說有 但永遠是那句 都可以的 那就真的不要出門了 都可以的 你治好後再說 你治好後再說 沒有了 你理不到了 如果去到這個地步 你和我覺得我麻疹也會霍亂呢 有嗎 有的 他們所有事情 都可以 他們所有事情都有一個 有一個講法 有一個似是而非的講法 等於那些 都一樣 如果你有什麼大病 誰是誰呢 忍世推拿 神醫 忍世推拿師傅 忍世推拿師傅 我經常都覺得這些忍世神醫 你是去到 生癌症 無藥可救 你找不到辦法 你想不到 現在連感冒都會用 感冒都用這些方法 對 感冒都用這些方法 神姑六婆 都市傳聞 真的嚇死人 例如板南筋那些 都是這樣來的 不過不是的 我也深信 吃得少弱點是好一點的 對 不要提到醫療藥物 對 吃得少弱點是好一點的 對 但是麻疹針 都是打 這些都要打的 這些都要打的 你那些傷風感冒 有時候 可以自己康復 休息多一點 多喝點水 但是麻疹 不要說麻疹 你不要說麻疹 雙風感冒簡單一點 你就可以用 就是我剛才所說的方法 你腦膜鹽你不可以用了吧 你尿道鹽不可以了吧 尿道鹽也是用精油滴的 倒下去 拿一塊火鍋 拿一塊火鍋 你很麻眼 尿道鹽 你不知道怎樣撈下去 你這些不可以 雙風感冒你就可以 我剛才所說我不吃藥 那些都是雙風感冒都很輕鬆那些 你不要去到那些 你不要去到那些很嚴重的病 當然要看醫生 斷腳都不會看醫生 不看 會自己關掉那些關 不是 你看鐵打就天然 鐵打天然 敷藥 很痛 他們那些叫順勢治療 可能恐怖 是啊 你也不知道那些人聰明還是愚昧 這些叫 堅持 不也是那句 我不懂分 我只知道 我發西斯上身 你也是躲進深山 不要出來 我覺得 是啊 我也覺得是 我也覺得是 不過 大家 小心身體 小心身體 因為香港也 人多 人多 所以大家也要小心一點 唉 內地又放寬 越港跨境私家車配額 剛剛你聽新聞 四宗新聞 三宗說中國的 上台 歡迎歡迎歡迎 多點來 馬路炸彈 多點來 多點來 下個星期再見 有一件事 我有一天 我聽到有個朋友 在這裡說 不是欠我們錢 跟我們也有些關係 他說在外國做這個 做這個極有 是相當之難的 要拿槍 衝進去 射下幾件 才叫做極有份子 但香港很簡單 只要你大喊一句 嘩 香港真的很逼很多人 你就是一個極有份子 門檻低一點 低很多 沒有門了 平地 平地 但我這樣說 當你隨時 當你一句 我支持同性戀 你又變回了那邊 me too me too me this woman 下星期見 拜拜